尽中旗县东关镇 紧邻的绵山东脉地势险峻 无路可登攀 南路朝阳的山坡上 古墓森森 每一棵都有上百年的历史 飞禽走兽出没其中 杀人无算 里渊拥兵太远返随之时 麾下部将赵宝曾被山占于阳广 寡不敌众 数万兵马皆命丧于此 血流飘几 山上的黄土尽皆被染红 大雨冲山之日 山红卸下如赤流奔涌 以此土烧砖 色泽鲜红 坚硬无比 历百年不朽 以此土烧此 寇之坑然作响 逢雷雨之日凑近听之 可闻风雷之声 村人皆称之为烧土 从那时开始 上山打柴的桥宫 常常会无意间 自树根底挖出窟窿 根须迎其炉 纠缠不可解 耻油涅目 于山脚下刨土的瑶宫 更是觉得白骨雷雷 夜晚来临的时候 无数的灵火在山上盘旋游飞 夹杂着夜宵的丝毫 经年不绝 村民感念唐战士之英勇 挖出的古石并不随意丢弃 而在山脚下秋陵之处 择地而葬 岁月流逝 秋陵已经成为平地 上面密密麻麻都是墓中 继而有那孤苦无依或家境贫寒之人 末后无力达理 镇上的宝正遂一领草稀果了 直使两人抬到此处草草掩埋 又有那一厢桃荒之人 精疲力竭倒于路边 好心人皆将之葬于此 天长日久 此处已是乱坟堆砌不可生数 后来天下大乱 盗贼横行 萧萧作恶 村人恐死后遭挖坟掘墓之祸 都不敢远埋 只进葬于此 原本是情不得已 后却发现凡在此处埋葬之家 后人皆人丁兴旺 家道昌盛 村人夷为地下英灵之主 附近村落远近闻名 到民国初年时 东关全镇之人死后皆葬于此 又有那潜心研究勘于之人 专在人死后为其选择下官之处 赖此为生 视为踏学 操此迎生这人 因其只为王者为武 并不与生人交往 村人对其敬畏交加 言请之时 三生六处 白包礼送 平日则退避三社 望隐而顿 称其为鬼客 任保在乱坟岗上走动不止 时而抬头望天 时而以手指为标尺测算距离 时而转动手中的罗盘挑选方位 他是远近百里闻名的鬼客 他父亲生前替人踏学无术 并无失守 后与桃荒到此的一婆姨搭伙为家 数年却无子嗣 老鬼客深觉泄露天机太多 因得无稽 就洗手不干了 若干年后才得到任保一个儿子 视为珍宝一样将他养育 依照老鬼客的想法 是绝不让他再干踏学之一行了 只想送他去读书 将来谋个一官半职 从此光宗耀祖 在任保满月的那一天 吃过长生面 喝过长命酒 燃上长寿香 母亲将满满一个 破罗的杂物倒在炕上 让任保在其中 挑选一个东西抓在手里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月姬 据说刚刚满月的小孩 在长寿香熄灭之前 抓到什么将来就是从事什么工作 父母将任保从摇篮中爆出 轻轻将他放在那一堆杂物面前 秉息静气地看他在那一堆东西中乱巴 已经微醺的老鬼客制得意满地笑着 也难怪 为了让儿子抓一个好兆头 他特意从镇上买来了笔墨纸燕和小金印等物 那一堆东西里最不好的是一小袋泥土 但就是做一个本分的农民 也比自己原来所干的那行当强啊 任保却不知道老鬼客的这么多想法 他的手在印上磨了几下 老鬼客的眼睁得好大 儿子快抓起来 却划了开去直直放在了一个秤托上 哎 就做一个小买卖也行啊 却又开始蹭一支笔 好孩子 就算当一个文人 也算是任家第一人了 你倒是抓啊 儿子的手却没有停留 丝毫不顾老鬼客的感觉 在那一堆东西中来回摸缩 却总是不抓起来 长寿香已经快燃到了尽头 老鬼客的每一次希望都落了空 最后终于有点焦躁了 将手中的酒杯重重在桌上一顿 嘴里骂道 这小杂种 难道将来要做一个二流子不成 受到惊吓的任保娃娃哭了起来 母亲心疼孩子 上前一把将她抱了起来 香烟向上疼了一下终于熄灭了 老鬼客的脸色随着不再继续的烟雾而阴了下来 她灌下一杯酒 恶狠狠地看着女人怀里的任保 鼻子中喘着粗重的气 任保在母亲的怀中挣扎着 哇哇啊啊地哭着 母亲不敢直视老鬼客那发红的双眼 低头哄着任保 突然大喊一声 他爸 你看 任保的手中 不知何时已紧紧抓住一只黑色的小条羹 老鬼客转怒为喜 抓住条羹那不是意味着将来就是做大厨了 虽然也是伺候人的活像 但总还不算丢人 如果做得好也能名震一方啊 他轻轻想从任保的手中取出那条羹 却感觉任保用他仅有的力气将其死死抓住 老鬼客稍稍用力抽出那条羹 使劲眨了眨醉眼 仔细端详着 脸色不禁变了 他猛地挥手抽了女人一耳光 谁让你把这东西放进去的 那条羹根本不是我们吃饭用的小勺子 而是老鬼客原来踏学时所用罗盘上的私男 母亲被打了却不敢滋生 他把任保抱紧 嘴里畏畏缩缩的嘟难 刚才我是想放条羹来着 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家里的两个条羹都被我不小心摔了 刚好看到你在造柜里塞的那玩意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只看这和那条羹是一个样 我就放进去了 谁知道他就偏偏抓了这个 老鬼客大怒 又是一巴掌打了过去 嘴里更是贼娘操老子的骂个不停 母亲只得被过身去 任由丈夫打骂 老鬼客却自己停止了拳脚 愤怒的骂声也逐渐平息下来 变成了污液 最后自己倒在炕上老泪横流 母亲心里也不好受 扭头说 他爸 你要是不顺气 就多打我几下吧 都是我把事情弄砸的 不怪你 不怪你 这都是命啊 老鬼客睁着无神的眼睛长叹了一口气 老鬼客后来重操就业了 他知道天命难违 等到任保长得大一点的时候 他就自己教他读书任子 等到任保十岁的时候 他已经名八卦 小阴阳 知五行 十六合 他经常随着老鬼客去为别人踏学 在那茫茫山野中学习任脉叹气的学问 任保逐渐长大 他那在堪于方面天生的灵性也暴露无遗 他对方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应 同其他的孩子在青纱帐中捉迷藏食 他从不曾绕过远路 甚至有时他能先于对方到达想要藏身的地方 当大人们在一起讨论一些怪力乱神的听闻时 他总是听得津津有味 大部分的时候还能预测出结果 更令人惊异的是 当村里连打两个月都打不出一口水井时 小任保却准确地指明了全眼所在地 这件事情使他远近闻名 十乡八里的人都远奔而来 求他指明本村全眼所在地 在他的身上 总是笼罩着一层神秘 有时候 人们对他的恐惧甚至大过对老鬼客 事情总是突如其来的降临 即使你明明知道它要发生 但是却无法避免 隆冬的一个清晨 数九寒天才数到四 外面的气温已逼近零下二十度 老鬼客早早就起床 将任保唤醒 父子两个人在院子中举手关天 这是他们这一行的必修课 每天早晨都要看看天象 来测算今天的运势 任保毕竟年幼 被老鬼客从被窝里揪出 还是睡眼朦胧的 站在那里重心还没有稳定 摇摇晃晃地直揉眼 老鬼客双手背在身后 聚精会神地看着天上的星星 不错 紫薇清澈 红蓝行喜 奎心还抖 一切都预示着今天是顺利的一天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任保这时已经变得清醒很多了 他也和老鬼客一样观察着天上的星星 远处的天边已经露出了晨曦的微光 星星的光芒被逐一掩盖 只有一颗硕大无比的星星高悬在西南天际 父子俩个正准备转身回屋时 天色突然一变 逐渐又暗了下去 并且陷入了一种漆黑的寂寞 父子们甚至都看不清对方的脸孔 远处隋家的鸡开始鸣叫了 隋家的狗被鸡叫声吵下 狂吠不止 继而全村的狗都一一叫了起来 自家猪圈里的猪被惊醒 不耐烦地呼呼哼着 老鬼客远远呵斥了几声 那猪干脆嚎了起来 老鬼客洋洋下巴 示意任保过去教训教训他 任保转过身向猪圈走过去 心理盘算是用土块砸他几下 还是用半猪时的棍子敲他几棍 那猪圈中陡然立起一个黑影 身形比任保还要高 发出一阵阵呼喝 从圈中一跃而出 以一种极怪异的姿势向任保走来 好像不是走而是跳 任保和老鬼客同时能感觉到地面在微微震动 任保一时惊呆了 那东西的身上散发着一种骚气中人欲熏 他不知所措地连连后退 老鬼客从他身后赶上 将他一把拉在自己背后 定睛看那黑影越来越近 终于能够看清是什么东西时 父子们都是一愣 居然是自家那口三百多斤重的猪 他两只肥短的后腿将全身撑起 前腿向前伸着 人立着在院中蹒跚而行 长长的鼻子下面发出的声音 好像人乌液一样 让人毛骨悚然 老鬼客的心一沉 管子中记载 其人杀彭生以泄露相供 后相供行鱼路 由使人立而提 从者曰 此彭生也 相供俱而堕马 商足丧履 身为一国之君 碰见这种怪异的事情都不免伤残筋骨 而现在自己和儿子竟然看到这景象 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 老鬼客心里想着 从地上捡起一根干柴 将猪捅倒在地 赶回圈里 然后拉着任保回到屋内 对女人说 去 把院门关上 今天无论谁来都说我病了 然而整整一个白天并没有人来 老鬼客督促任保在家中研读 学习他那几本破旧不堪的书籍 女人忙着给他父子两个做饭 洗衣 操持家务 除了没有出门 这一天和别的日子没有任何不同 等到日薄西山 夜幕来临的时候 一家三口在油灯下用过简单的晚餐 听任保被送了一遍灰尘绝后就上炕睡觉了 在钻进被子的时候 坠坠不安了一天的老鬼客才把心放下 整个东关镇没有人敢在一个鬼客 熄灯后来访的 这样会缩减瘦数的 而且极有可能将霉运招致自身 老鬼客非常庆幸因为自己的英明决定 帮全家避免了一次命述中可能的灾难 所以睡下后 他还和女人亲热了一会儿 然后在全身心放松的状态下沉沉睡去 宝宝睡了一个下午的耕夫 沿着全阵转来转去 他的手中提着一个灯笼 照着前面的路 虚石过去了 锦防火烛 害石过去了 关门闭户 此时到来的时候 他正好走到老鬼客所在的院门外 邦的一声响 此时一刻了 就在这时 黑暗中传来一阵极咒的马蹄声 搭搭的提铁击打在青石板上游远极近 撕破寂静的夜空向老鬼客家奔来 耿夫连忙将手中的灯火吹灭 急急跑到一个草舵后面躲了起来 尽管看不大清楚 他仍然尽力望着声音来的方向 四匹马风驰电掣一般从黑暗中射出 有一匹马上却没有人 在老鬼客的门前嘎然而止 不知道是哪一个人说 就是这里了 给我把门踹开 两边的人都翻身下马 走上前去 咔嚓一声 门被踹开了 没有下马的那人一催马就进了院子 另外两个人也牵马走了进去 很快就听到房门被踹开的声音 和女人的一声尖叫 老鬼客从炕上翻身起来 恐惧地望着那三个破门而入的不速之客 女人紧紧捂着被子蜷缩在墙角 三人中有一个打着了火石 点燃了自己带来的两只牛油蜡烛 蹲在桌上 拉过一只板凳 其中一个人在板凳上坐下 灯光逐渐亮起 照亮了他的脸 另外两个人将一惊一场 四把别在腰间的盒子枪 在烛光照耀下闪着寒光 你就是老鬼客吧 坐在板凳上的那人 多多注视着老鬼客问 老鬼客没有敢立即回答 借着烛光 他看到那人的光头闪闪发亮 两只凶狠的眼睛一大一小 鼻梁上有一道发红的伤疤 满口的牙被烟胶油熏的黄黑相见 尤其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的左耳残缺不全 好像被什么东西生生咬下去了一大半一样 老鬼客倒抽了一口凉气 这个人他认识 虽然自己是第一次见 但是那缺失的左耳明确地告诉他 这人是附近乡镇臭名远阳的土匪头子独尔郎 独尔郎的娘原来是镇上豪身田树山家里的使唤丫头 有一天晚上田树山借着罪意将她强占 过后甩给她几串铜钱就了事了 谁知道这一次罪恶后就怀上了孕 四个月后显怀了 被田树山的老婆刑考不过 她娘就说了事情的经过 大太太知道后大发雷霆 将她锁在后院里 准备等出门在外的田树山回家后 当面将她肚中的胎儿打掉 以警校友 同事使唤丫头的姐妹们 悄悄把这消息告诉了她娘 等到半夜 她娘在墙角的梨华上磨断了绳子 逃出了田宅 并且逃到了附近的太古县内隐姓埋名 田树山回来之后知道此事 直呼可惜 因为她老婆再生第一个女儿时 落下了月病 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而自己又涉于她的淫威 恐怕娶上小老婆后被她遭害 即使怀上孩子也怕她趁机搞掉 现在听说被自己糟蹋的丫头 是代孕逃掉的 她悄悄派人四处去探听 看生得是男是女 过了几个月 独尔郎出生了 田树生知道后大喜 准备亲自去太古 将他们母子两个接回家抚养 哪知道大太太也有眼线在外 而且动作更快 等到田树生拖拖踏踏踏到了太古 母子俩原来住的窝棚早已复之一具 邻居们告诉她 就在前日晚间 有人纵火烧毁了这草棚 幸而那晚太古多家堂半红柿 招作母亲的去洗涮 把儿子托付在邻居家里 田树生不敢耽搁 也不管远在县城的母亲 只将独尔郎带回了东关 后来母亲找到田树生想领回儿子 被一阵乱棒打了出来 可怜那座母亲的就此疯了 每日依不蔽体地在阵里流浪 白天靠别人施舍和减食生存 晚上却被那些心术不正之徒轮番欺负 独尔郎逐渐长大 尽管田树生不许别人谈论他的身世 然而他仍然通过别人的眼神 和直言片语知道了整件事情 从很小的时候 仇恨就在他的心中生根了 田树生因为救他一个儿子 对他浇灌万分 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那孩子对他的敌视 他总是给他找麻烦 看到田树生气愤的样子 似乎能带给他报复的快感 因为年幼 他不能用别的方法 就在家中纵火 烧毁家里的财物 烧大一些 他就开始挥霍家里的钱 并且揭示了一群狐朋狗友 每日在外浪荡 田树生毕竟是一个地主 看到他这样肆无忌惮地浪费 他心疼得要命 于是就限制了他能够支配的额线 原来是随意挥霍的日子 现在被制顾了 独尔郎开始偷取家里的东西去典当 并且拿着钱去瓢信号 赌博 抽鸦片 丝毫不顾忌老地主对他的警告 到后来 田树生也知道了 自己真正是养了一只白眼狼 如果再任由他这样折腾下去 恐怕自己最后都得流落街头了 于是他将独尔郎痛打一顿后赶出了家门 并且宣称自己再也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了 失去了田家的这棵大树 那些狐朋狗友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簇拥着他了 对他的态度也不再恭敬了 最后干脆抛弃了他 因为他的名声太臭了 没有人对他表示怜悯 甚至连他乞讨也只能得到人们的唾骂 白天他像丧家之犬一样 在村中被狗追得无处可逃 晚上却只好躲到他母亲栖身的山洞中睡觉 有时半夜有那恶徒成群结党而来 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欺凌 可是独尔郎不撕毁过 却将一腔怨气全部卸在老地主的头上 一天晚上 他深夜翻墙进入老地主的家里 却被刚刚放养的狼狗紧紧叼住了他的耳朵 他疼痛难忍却没有叫 狠心将自己的耳朵撕裂后 捅死了狗 用小刀拨开门栓 熟门熟路地撬开了香柜 将里面的营阳全部装进一个口袋 老地主闻声过来查看 被他一棒打晕在地 随后将熟睡的大太太挤刀硕死 然后竟然丧心病狂地杀了自己的一母姐姐 最后一把大火点燃了庭院 当村里的人赶来救火的时候 只看到熊熊的火焰前面 他手里提着一把低血的刀 满脸杀气 佐尔血肉模糊 嘴里叼着自己那一只被撕下来的佐尔 宛如凶鬼重生 那天晚上之后 他投靠了山上的土匪 由于他心狠手辣 为人阴险 做事残忍 数年之后 他就火拼了原来的头目 成了大当家 那时的他二十刚出头 也是从那天晚上开始 人们都不再叫他的本名 而改称他为独尔郎 自从他统领土匪以来 更是变本加厉 三日一掠 五日一亲 无恶不作 周围乡亲们苦不堪言 人人自危 今天晚上这桑门星来家里做啥 老鬼客疑惑地想 家里既没有值钱的东西 也没有粮食 自己的女人年龄也不小了 难道他是找我去踏学的 他哆哆嗦嗦地披上衣服 问我就是老鬼客 几位好汉有什么事 狄铃铃的声音 一个打兽从腰蝉里 取出一个小袋子 抛落到桌上 清脆的银洋护肌声 在屋内萦绕 老鬼客和他女人 都屏息静气地 看着那个袋子 眼睛越睁越大 独尔郎嘲弄地看看老鬼客 又看看桌上那袋银洋 伸手拿马鞭拨拉着袋子说 听说你是这附近最会给人踏学的 我老娘今天死了 想麻烦你老给他踏一个好学下葬 这些钱是定金 如果真的选上了好学 也还重重有赏 老鬼客伸手抓过那袋银洋 在手里颠了颠 仅凭分量就能知道里面最少有三十块 他将袋子扔到缩在墙角的老婆面前 心情也逐渐平静下来 恢复了从容 没问题 干的就是这个 有活来了还能推出去不成 将老太太的生辰八字留下 各位先回 明日我定当竭尽所能给老太太寻一个安息之所 不行 你今晚就得去 天亮之前必须找好 独尔郎的眼中闪过一丝凶光 什么 老鬼客大吃一惊 看来这独尔郎是不懂这行的忌讳 好汉 干我们这一行的半夜接活已经是大忌了 我是看在好汉一片孝心才硬着头皮答应的 如果让我半夜去踏学 那是绝对不行的 晚上正是阴阳交替之时 且不说地脉变化无常 就是土气也是反复不定的 万一我一错眼 雾踏死穴 不仅老太太魂不得安 恐怕还会延货于后代啊 所以我才找你吗 这东关全阵七八个鬼客呢 我就瞄准你的水平高 眼光好 只有你踏出的穴我才放心 独尔郎斜眼瞟着老鬼客 再说 你白天给我踏出好穴 全阵的人不是都知道在哪里了 等到我娘下葬以后 你们挖了他的墓 那爷的后半辈子不是就全毁了 别以为爷不知道你们恨我 孝心 也不知道什么叫笑 也只知道把前人安葬好 爷以后就能好活 废话少说 快穿衣服 今天你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爷什么事干不出来 独尔郎霍地站起 老鬼客还在犹豫中 一个随从已经抽出枪来 对准了他和他老婆 看来要是自己再说不去的话 恐怕今晚的命就保不住了 这些土匪下起手来是毫不容情的 看着老婆吓得煞白的脸 想到隔壁屋里熟睡的小儿 老鬼客无奈地点了点头 四个人 四匹马从院中走出 然后全部翻身上马 哗啦啦地远去了 这时才听到屋里的女人扯开嗓子哭喊 庚夫又等了一会 确信不会再有别的事情发生了 才重新点燃灯笼 重重敲了两下帮子 帮帮 二庚了 平安无事 独尔郎在前面 两个随从将老鬼客紧紧夹在当中 朝黑暗中的茫茫园也奔去 千算万算 老鬼客还是在当天接了活 所以他也就无法避免那即将到来的厄运 踏学这行当 因为是替死人寻找安身之处 也就是替新魂在阴市寻找立命之所 但是人事之人本不应该插手鬼府之事 时间异常多多少少会招点报应 所以干这一行的有许多忌讳 比如不再有时以后接活 以防被地府之鬼伪装成人骗取家学的位置 不能接受孕妇求告的事情 以防被生长中的婴儿元神吸取灵性 不能在梵冲之方位踏学 否则会筋脉进断而亡 但是在所有这些说法中最忌讳的 就是有时到某时之间去踏学 有时一过 白昼逐渐隐去 而夜晚则随之来临 这时候阳气减退而阴气加重 正是阴阳交替的时候 气息紊乱不可捉摸 而踏学本就是寻找阴阳二气之间的最佳结合点 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特殊的本领 根本不可能在急速而杂乱的气息中 捕捉到那瞬间急事的切点 最令人担心的还不是因为踏不出学而砸了自己的招牌 而是在这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无法预知的危险 而是被趁暗而行的妖媚所亲 为自己招来无妄之灾 汉代古书中曾记载 秦始皇招全国最著名的庶民方氏为其选坟 因为害怕被别人知道墓穴之所在 令方氏们于夜晚寻找 后来方氏们根据天罡之位选定了一十二处墓穴 真假莫变 结果最后这些方式均不得善终 有被殉葬的 有得怪病而死的 还有的不明不白地被人杀害 最惨的一个被人阉割后 砍断手足 刺瞎双眼 勾断舌头后 暴晒而死 从那以后 就再没有听说过有鬼客夜晚选学了 而秦朝也因为学气不足以阴抚后代 二世而终 老鬼客想到这些 不由地心生胆怯 他猛地拉住马的缰绳 奔驰中的马兮绿绿一声长丝 前蹄离开了地面 停了下来 独尔郎和两个随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也立即拉住了各自的马 独尔郎牛脸问老鬼客 怎么不走了 好汉 我看还是明天再给老太太去踏学吧 这深更半夜的 我怕不能给他老人家选好 老鬼客鼓足勇气说 独尔郎没有说话 只是催马绕着老鬼客转了一圈 眼光冷冷地打亮着老鬼客 老鬼客只觉得全身开始不自在 他不敢看对方的身影 只能低下头 看着前方坑洼不平的道路 独尔郎在老鬼客的身后停下 挥手举起了马鞭 挂着风声就抽了下来 老鬼客闭上了眼 这一边结结实实地抽在马屁股上 马儿被惊动 重新奔跑起来 两个随从一左一右紧紧将老鬼客夹住 独尔郎则在后面不停地抽动着鞭子 四个人很快就来到了那一片无垠的乱葬岗 两个随从加速赶到老鬼客前面 拦住了马匹 被吓得魂飞魄散的老鬼客从安上滚落 坐在地上瑟瑟发抖 那里还有几个独尔郎的部下在那里等候 黑漆漆的一口棺木也摆在地上 两个随从跳下马来 从地上把老鬼客提了起来 从马身上取下气灯点燃 几个人的影子就被长长地拖在了地上 老鬼客一咬牙 从怀里取出罗盘和镖尺 开始在荒野上探测 地面上的雪还没有融化 照在远远近近的坟头上 好像一个一个的馒头 夜晚的朔风刮过 在耳朵边呼呼作响 风中夹杂的线粒 打在人的头上脸上奇痛无比 独尔郎胆了胆附近一个墓碑上的雪 一屁股坐了上去 探学第一步就是要探气眼之所在 地气是不停运转的 但在如此迅速的运动中 仍然有能保持平静的地方 那就是气眼 所以为了确保罗盘侧向准确 必须将罗盘放在气眼上 老鬼客从怀中取出一只小小的铜组小炉 用火点燃信箱放了进去 盖上一个镂空的炉盔 烟雾逐渐从镂空的洞中弥漫出来 雪白而浓质 在寒风中仍然凝成一线 向右倾斜 老鬼客轻轻把铜炉端离地面 慢慢朝右面挪动 眼睛紧紧注视着白烟的倾斜度 并调整着移动方向 等到那道白烟直直直着天空的时候 老鬼客明显松了一口气 他重新把铜炉放在地上 独尔郎他们怪有意思地看着老鬼客做着这些 却看到那道白烟越来越长 好像完全不受周围锋利的影响 不停向上生长 甚至已经看不到烟雾的尽头 从炉中冒出的烟雾 好像不是气体而是固体一样 坚挺地向上刺出 独尔郎从墓碑上跳下来 好奇地走到铜炉面前观看着 赫然发现那镂空的炉盔已经飘离了炉体 在烟雾中不停地旋转 老鬼客从怀中摸出几个五地骨钱 借着气灯的光芒仔细分辨了一下 将一个顺制骨钱塞进炉底 说来也怪 钱刚一塞进去 空中的那道白烟就消散无踪了 而且那炉盔也落回到炉上 老鬼客将炉子放到一旁 把骨钱周围的土地平整了一下 把锣盘放在骨钱上 用手顺时针轻轻一推丝南 顿时悬出一个黑色的窝 然后速度逐渐慢了下来 最后他停止了转动 扫饼指向的方位就是正北 老鬼客转头问独尔郎 好汉知道老太太的生辰八字吗 独尔郎冷笑了一下 我问过 他说是更一年二月九日 陈时三可 老鬼客掐指算了一下 东方甲乙木 南方丙丁火 西方更心金 北方人鬼水 中央物及土 看来老太太天干是金命 死后理应葬在西方 他转头伸到罗盘的左面 用标尺仔细地测出正西方向 朝西面执行了二百步 正合二月之术 然后从怀中取出一枚康熙古钱 放在脚底 伸手又摸出一枝银缩 对着铜钱中间的孔使镜扎了下去 这样就探到了天之 所在地 古人说 一命二运三封水 又说 天地人合一 也就是说 命是由天定的 每一个人哪年哪月哪日出生 并不由自己决定 而孕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孕妇生孩子的时辰 是随着当时的生产环境 而有所变化 三者之中只有风水 是可以由自身来改变 踏学其实就是就是根据死者的八字 命理和孕道找出他的天地 人三点 鬼客再根据这三点构成的形状 来确定阴宅所在的方位 等到找到合适的地点时 再根据后人要求 对周围泛煞之处进行嚷除 客冲就完成了 所以学好找而风水难客 道哄不深的鬼客 只能为人踏出相应的穴 却不能看出其中隐藏的凶煞 老鬼客一个人在挨挨白雪上忙碌着 时间也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 天眼 地眼和人眼已经一一找出 康熙 雍正乾隆三枚古前辈银索紧定在地上 白色的反光使人遍体生寒 老鬼客用红线将三枚银梭连起 组成了一个面积大概400多平米的三角形 然后拿标尺仔细地测量着各边的长度 计算出三角形的重心所在地 这里就是独尔郎的母亲藏雪所在 老鬼客取出最后一枚嘉庆古前 放在重心点 持银梭就往下扎 争得一声轻响 银梭没有像前几次那样顺利地扎进去 似乎下面有什么坚硬的东西阻挡着他的去世 柔软的银梭受到反作用力 立刻变弯了 老鬼客差时惊呆了 学眼找好之后 鬼客需要根据他周围的地形来破解险杀 但是也有那运威命俭之人 因为在殷势积累的功德太薄 无福消瘦及学 这时的银梭就不能一插灌支 而会碰到土面下隐藏的物体阻挠 意思就是说不能用此处做学 俗称地冲煞 鬼客在探学时如果碰到的冲煞 必须另择地而选 否则及时就有无妄之灾 老鬼客轻轻将土面的浮土撸去 发现埋在地上的是一个青花白瓷的盘子 他将盘子从地上抓起来 豁然看到盘子下面是另一枚家庆古钱 老鬼客把疑惑的目光望向独尔郎 独尔郎骤然狂笑起来 手中的马鞭向老鬼客一指 哈哈 先生果然名不虚传 我已经让外地的鬼客来看过了 因为不放心 又让先生过来认一认 难得先生在夜里也能找到这个地方 看来这儿一定是错不了的了 快 滑出学檐来 爷们要开挖了 几个随从其声吆喝着 从马背上取出铁锹走了过来 不行 不能在这里挖 老鬼客斩钉截铁地说 为什么 既然你们都选这里 这里一定是好的了 怎么不能在这里下葬 独尔郎的眼中又闪出了寒光 看着独尔郎咄咄逼人的目光 老鬼客不禁退缩了 是啊 让他怎么和这天杀的解释呢 学眼是挺好的 但是因为独尔郎的多疑 埋了一张盘子 如果真的让他在这里立坟 恐怕自己就免不了意外之灾 可是这一切和他说又能有什么用呢 今天是自己找到了这个学位所在 如果没找到的话 丢人是小 性命是大 自己在他的眼里还不如他骑的那匹马 如果真的惹恼了这魔头 恐怕就该给自己选坟了 他懦懦了半天 也没有敢说什么 转身从怀中取出白石粉 严学眼周围开始洒出一个区域 几个随从就在那区域中开始挖掘了 很快那墓穴就凿好了 老鬼客纵身跳下雪去 抚摸着周遭的墓壁 不错 温热而湿润 但还不至于浸出水来 这样可确保墓穴内恒温 后人的前途可蒸蒸日上 他使劲拍了拍泥土 土质坚硬 即使有山洪爆发也不一定能够改变方位 他跳上地面 左官绵山高耸 壮如举焰烧天 后世儿孙当有统霞地方之运 又看山脉绵绵而下 浮影河中 玉是家族财运奔流 前面是大片开阔的田野 距四方往来之运道 后面是万丈悬崖遮挡 可保气场百年汹涌 在此处作学 可昼官日出日落 夜市越明越暗 总之 在这小小的东关线 这样的学绝对称得上是极学了 老鬼客最后对独尔郎说 独尔郎转动着眼珠着听老鬼客说完 点了点头 然后一摆手 有八个土匪收拾起神杠等物 抬起棺木走到墓穴旁边 一番忙活 将棺木填进了穴中 然后挥敲将泥土掩埋进去 到了最后 在原来的血眼上鼓起了一座新的坟包 因为是新翻出来的泥土 上面没有血 和那些白白的坟包相比 看上去很是突兀 有一个土匪将老鬼客 从场上驱赶到远远的地方 然后所有的土匪都上了马 突然同时策马就在那片坟场中开始纵横 坚硬的提铁每一次落下都溅起大捧的泥土 将那些堆旧的坟包一一摧毁 移为平地 等到最后他们停下来的时候 方圆一里内的坟包已经全然不见 地面上一片狼藉 无论是谁也在分辨不出谁是谁的墓了 先生上马 我们送先生回去 独尔郎居高临下对早已经呆的老鬼客说 老鬼客上了马 心里总算落下了一块石头 看着东方薄小的天色 那惊心动魄的一天一夜终于过去了 老鬼客想到白天看到的人力的猪 又想到在晚上强迫他出来踏学的独尔郎 想到那倒霉的地冲煞 自己暗暗下定决心 从此以后再也不干鬼客这一行了 他又想到独尔郎扔给他的那袋银元 有这笔钱 自己也确实不需要再干下去了 只要调教好任保 等到他大一点再给他娶个媳妇 那时自己就等着享受天伦之乐吧 他松懈了紧张的神经 全身开始疲惫 真想立刻回到家里 睡在热腾腾的炕上 来的时候还怨恨马跑得快 现在却恨不得四提如风 偏偏独尔郎却不着急 信马自行夺在老鬼客的马边 嘴里有一搭没一搭的和他劳着闲话 先生一年能有多少收成啊 这个要看亡人了 人多时能有三五块银元 人少时就恐怕连年都过不去了 呵呵 那这么说 爷给你的那三十块银元 岂不是够你十年的劳苦了 哪里那里 给老太太踏学我哪敢收钱呢 一会回到家 还请好汉将那些钱都拿回去 老鬼客诚惶惶惶惶的说 哈哈 你把爷看成什么人了 爷早就说过了 那三十块只是定金 爷还要给你五十块银元 但是你要答应一个条件 独尔郎收住马停在原地说 老鬼客连忙也带住马 一行人都停在了下山坡 放眼已经可以望见 村里起早的人家亮起的灯火 微弱但温暖 还有偶尔传来的清脆的狗肺声 山脚下不远处 是是大大小小的砖摇 或高或低地握着 又是一阵风吹过 钻入老鬼客的衣巾下 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 不知道爷要我答应什么条件 学是你选的 虽然我把那一片都踩平了 但是凭你的本事 我想你一定还能找到 所以这个条件就是你不能把墓穴所在之处告诉别人 否则我这心里总是不太平 独尔郎看着山下的村庄说 不会的 爷 你就是给我几个胆子 我也不敢把学眼所在告诉别人的 老鬼客的牙齿咯咯作响 独尔郎奇怪地看了看他 眼神中露出了一丝残忍的嘲笑神情 老鬼客的心抖地提了起来 他能感到独尔郎全身突然散出的狠毒气息 独尔郎一挥手 一个土匪从怀中摸出一个袋子扔向老鬼客 老鬼客慌不迭地接住 那是一代更为沉重的银员 独尔郎看着手足无措的老鬼客缓缓说 加上原来的一共是八十枚银员 恐怕你一辈子也挣不到这么多钱吧 既然钱都挣上了 以后就不用干这行了 你说你不敢我还是相信 你说你不会我确实放心不过 倒不如你干脆不能得好 一股冷气由脑后袭来 老鬼客还没有明白过来独尔郎的意思 一柄铁锹已经呼啸着拍在他的后脑勺 老鬼客的老婆从土匪们走后就没有睡着过 呼天抢得的哭声惊醒了许多人 纷纷围在院外探厅发生了什么事情 等到一听说是独尔郎 人们悄无声息的就都散去了 后来他也没有力气哭了 就紧紧抓着那一袋银员抽气 恐惧地盼望着天亮 盼望着老鬼客回来 然而一直到上午仍然没有老鬼客的消息 他不由地慌了神 哀求村里的人去山上找 出于同情和怜悯 十几个小伙子成群结队 武装了竹渣和棍棒上乱坟岗去寻找 然而那里除了有一大片被乱马践踏的平地外 并没有人 后来他们随着回村的马蹄印一路追回 终于在路边一座废弃的砖窑内找到了老鬼客 老鬼客的全身都是血 双手起肘被利器砍去 露出白茶茶的骨头和血肉模糊的横断面 和两只断手一起扔在当地的 是被人从嘴里生生勾出的舌头 眼睛那里只剩下两个烂洞 而这样一个人竟然还活着 当听到人们在外面时 他挣扎着从嘴里发出含魂不清的喊叫声 才把人们引了进来 当人们逐渐能够克服恐惧正视这个人 并且准备搀扶他起来回村时 才发现他的两条腿筋也被挑断了 从那天起 老鬼客就成了废人 他既不能说话 也不能看到周围的事情 但他还不能像盲人那样用手去摸索 他的下半身逐渐萎缩 最后慢慢地都失去了生机 每天他只能像枯装一样 呆呆坐在炕上 艰难地去感受他身边的一切 为了给他疗伤 家中的三十个银员早已都花尽 而老鬼客用自己的身体换来的五十个银员 早就被那些抬他回家的人瓜分了 为了拯救这个家 小任宝早早就继承了父亲的工作 拿起锣盘替人在坟场上踏学 老鬼客再也没有办法教他了 他只能凭着自己的天赋灵性 学习那些对他来讲还很艰深的理论 遇到不知道的东西时 他就向父亲讲出他的理解 老鬼客就利用他唯一没有丧失的听觉 来告诉任宝正确与否 这种别具一格的培养方法 使得任宝纯粹吸取了前人的精华 但却完全脱离了先辈的苛旧 短短几年 任宝的声望已经超越了老鬼客 不光是东关镇 甚至是整个镜中都知道了他的名号 找他踏学的人络绎不绝 老鬼客给独尔郎踏的学果然起效甚快 下葬后不久 独尔郎投靠了本地军阀 穿上了军衣 在战场上杀人如麻却毫发无损 后来衣锦还乡 被任命为齐县县长 在东关镇中心一溜起了数百间大瓦房 驻扎了整整一个营的军队 后来又强占了附近一家乔姓 没落大户的私宅 并为一体 至今尚存 自己开设的几家票号日进抖金 迎娶的几个老婆也如爆窝的鸡一样 人丁兴旺 独尔郎也摇身一变 由土匪头子变成了政界要人 每日呼朋唤友 歌舞喧天 迎来送往 在新宅落成的那天 她还假惺惺地探望了老鬼客一次 当着许多人的面自毁了昔日的罪过 为了表示自己真的已经毁过 她还下令把自己玩弄过的一个丫头 下架给任保 那丫头挺着大肚子 才进了任保的新房 外面的人就听到了里面 传来了婴儿的哭声 所有的人都尴尬地面面相去 只有任保和独尔郎却相视而笑 独尔郎的官越做越大 家中的财富更是不可计量 然而好景不长 她被免去了县长的职务 也不再握有军权 开设的几家票号屡遭贼人哄抢 江河日下 她已经不再上战场剿匪 每天只是沉迷于酒色和赌博中 钱就像流水一样哗哗地逝去了 尤其是她家里的几个浪荡公子 挥霍之能不亚于其 独尔郎心惊于自己百年之后 她悄悄去坟场上搜寻老娘的目的 却惊愕地发现 因为一次战争 高耸的山脉被炮弹轰平了 而原来那浩浩伤伤的河水 早已因为断流而干涸 独尔郎知道祖宗的风水已经被破了 她的忧虑日趋加重 身体也逐渐苍老 直到有一天 她在城中明星号的房中 竭尽所能也无法成事时 她知道自己已经老了 该考虑一下身后的事了 于是在一个血色黄昏 她前呼后拥地来到任保家 将一百个元大头甩在任保家的炕上 命令她给自己探一个集学出来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任保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下来 不过任保同时告诉独尔郎 为亡人踏学和生人踏学是不同的 因为死人阳气已尽 只要探地气运行就可 不用顾忌天时 而生人的年寿还没有完全用尽 也就是说还需要预测天道的轮转 所以时间方面会涨一点 她要求多给她一点时间 保证给独尔郎踏一口气灌骨筋 脉通山河的集学 说这话的时候 她的态度很谦和 而且意味深长地忘了摊在床上的父亲一眼 独尔郎半信半疑地同意了 临走的时候她警告任保 不要耍花样 必人进来对堪于风水之学也略有研究 等你踏出学来的时候 我会去试验的 任保只是诺诺连生 独尔郎掉了一班人马驻扎在任保家院里 党退所有来请任保踏学的人 同时顺便监视她的行动 任保也并没有半句怨言 第二天 任保就出去买了一口宣德瓮 半埋在院子当中 从池塘旁边的柳树上 刨了一段根回家 焚烧成灰以后用红筹裹好 然后让院里的秋巴 每天黎明的时候 在村里收集露水 收集回来的露水全部都倒入瓮中 因为是替主人办事 那些平日为虎做仓的官兵都各个争先 当然他们自己是不动手的 只贺令村民们每户三日内必须交购一晚 东关镇再小也有数百户人家 三天后 那口瓮中已经蓄满了水 任保于是取出那一包柳灰 洒在了水面上 说也奇怪 那灰落在水面竟然没有沉下去 也没有把水搅浑 而是或高或低地悬浮在水中 而且那水就此无风自动 围着瓮壁缓慢地转个不停 有那石星象的人仔细观察后发现 这小小的瓮中居然是一个小天空 黑色的栗是尘 灰色的解是星 穿梭往来 斗转星移 静暗和天道运行的轨迹 附近的鬼客听说以后都纷纷过来 看到以后都大惊失色说 任保真的做成天筒了啊 据说这可是要遭灾的 只有活迹五个生育过的妇女才能免天浅的 任保只是笑而不答 叫一个秋八去请独尔郎说 有事需要他过来 独尔郎一肚子疑惑匆匆赶过来 看到这怪异的景象 就算他手下曾有过无数条人命 也忍不住对任保起了敬畏之心 从脸上硬挤出一个笑来问 不知先生有何事需要避人帮助 我要你的血 任保紧紧盯着独尔郎说 什么 独尔郎吓得往后一退 看了看左右鹤枪实弹的几个随从 才止住了惊慌 恼羞成怒地说 妈的爷就知道你小子没安好心 要我的血 今天爷就要看你的血 来人 给我把他捆起来 放他的血 几个随从如狼似虎地扑上来 很快就把任保押住 一个走狗从果腿中抽出一把脑子 上前就要动手 且慢 老爷您听我解释啊 任保一边挣扎着一边大声喊着 老爷扬寿未尽 又要让小人踏学 小人有言在先 必须同时预测天道之运转 所以我才冒险供起天童 来观测老爷的寿数 那你天童已经供好了 还要我的血干什么 独尔郎挥手制止了那个随从 恶狠狠地瞪着任保问 任保从几个随从手中挣托出来 走到天童旁边说 这天童只是用来观察天道运行的 如果要想预测老爷的寿数 必须请老爷的一滴血于其中 这样我才能观察出老爷何时寿数 也只有这样我才能再去探地气地走向 是真的吗 独尔郎狐疑地围着那只神秘的 瓮转来几圈 突然扭头问那几个看热闹的鬼客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要是敢骗爷 敢明爷把你们一个个活寡了 几个鬼客各个吓得面无人色 连连后退 却被身后的枪口顶住了几辆 一个胆子稍微大点地说 任先生说的没错 要想看出谁的寿数 必须滴入谁的血 这天童厕寿之法是古书中记载的 因为供奉方法过于残酷 而且如果使用方法不当 供奉的人可能会暴亡 一般鬼客也很难遇到卫生人踏学 所以我们也只是听说 但还是第一次见 哦 怎么个残酷法 你倒是说说看 独尔郎紧紧盯着对方问 这个 这个那鬼客结巴了半天 仍然说不出口 眼睛只瞟着任保 任保看他实在太为难了 走上一步说 供天筒可以预测人的寿数 和天道运行的联系 而且通过合适的攘法 甚至可以延长将死之人的阳寿 属于大谢天机的行为 通常报应都比较惨烈 所以在供天筒时 不仅需要鬼客本身法力高深 而且必须用被测之人家 生育过的妇女五名来活继 这样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啊 独尔郎睁大眼睛看着任保 眼中满是不相信的神情 可是看到旁边的鬼客 都纷纷点头赞同 尤其是任保那气定神贤的样子 又不由得他不相信 他从那个随从手中 把脑子一把夺过 犹豫了一下 终于下定决心 猛的一脑子扎在左手中指上 血立刻涌了出来 他把囊子丢在地上 右手紧紧捏着伤口 凑到瓮口上 滴了一滴血进去 在场所有的人都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那滴血腹一接触缓缓转动的水面 就发出了嘶啦嘶啦的声音 好像是一滴滚烫的熔铁掉进去一样 而且瓮中的水立刻就似沸腾一样地翻滚 无数的气泡凸起在水面 越来越大 最后爆裂了 离得近的人能看到 那滴鲜红的血珠迅捷无比地在水中穿梭 碰在瓮壁上当当作响 慢慢地那水平静了下来 又像原来一样地旋转着 但是速度却渐渐加快 拉着那滴不安分的血珠运动 那扯动的力量是如此巨大 半个身子在土下埋着的瓮都晃动了起来 而且在场的人都能感觉到从地下传导过来的震动 最后那滴血珠终于不再信马油浆 静静地待在水中随着水流旋转 水流也慢慢恢复了原来的速度 独尔郎仔细看着那滴血珠 那血珠在将近瓮底的水中悬浮着 任保走上前去说 老爷您看 这滴血珠就代表您 什么时候这滴血沉底了 就是您大现到了 我就是要根据这水流的速度和变化来计算时间的 独尔郎哼了一声 脸上逐渐又泛起了假笑 好啊好啊 先生果然是有道之人呢 却不知我还有多少寿数啊 任保细细看了一下 点头说道 老爷您就放心吧 依照这天筒显示来看 您最少还有十五年阳寿 如果您要是觉得不够 我还可以想办法再延长几年的 哈哈哈哈 不用了 毕人今年已经快六十的人了 能再好活十五年已经心满意足了 哪里再敢为天之命啊 先生好好去替毕人踏学吧 独尔郎转身想走 任保却伸手拦住了他 老爷 天筒我供好了 这祭品您可得想想办法 恩 什么祭品 独尔郎止住脚步 奇怪地问 您忘了刚才我说的了 公天筒需要您家族中的五个生育后的妇女活迹才灵验的 任保提醒他 哦 这个 现在是文明社会 随便杀人恐怕会违法吧 有没有别的办法 小人道哄不够 只知这一种方法 要不就只好不公了 独尔郎低头沉思了一会 眼中又露出原来杀人截获时那残暴的神情 既然这样 无需先生操心了 却不知怎样活迹 这个道不急在一时 只要我开始踏学那天 将五个妇女之心取代五弟股钱就可以了 任保镇静自若地看着独尔郎说 好 等你踏学那天我必带心而来 独尔郎说完转身离去 众人也一一散了 刚才还嘻嘻嚷嚷的院中 瞬间只剩下任保一个人 痴痴立于天筒边 看着筒中的那滴血和缓慢转动的水流 等到他确信四周无人时 任保突然将右手中指放入口中一咬 然后将一滴血滴入瓮中 那滴血一进入水中 就着奔着独尔郎那滴血而去 宛如有生命一般紧紧追着 而那水面上竟腾起了一股白雾 流动的速度也逐渐减弱中至停止 当任保的那滴血完全和独尔郎的血混成一体时 水面上已经有了冰零 任保这时无声地微笑起来 而躺在炕上正吞云吐雾的独尔郎却打了一个寒劲 不过他很快恢复了正常 而那水也重新开始转动 只不过那滴血已经快接触到了瓮底 过了三日 瓮中的水已经挥发得所剩无几 任保将雨水全部倒入一个白瓷瓶中 派人去向独尔郎报信 说天道已经测算完毕 可以开始踏学了 独尔郎兴冲冲地领着人来了 并且将五颗血淋淋的心放在了一个盒子中 也端了过来 任保端详着那心说 老爷不是用得旁人的吧 如果是旁人的恐怕就不灵了 上天是骗不得的 可 也不知道是犯了什么邪劲 我那几个婆姨这两天都得病死了 本来我还发愁去哪找这五颗心呢 老娘已经死了 家里有没有别的亲戚 偏偏他们就死了 哈哈 真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巧合啊 独尔郎狂笑着 我看不是巧合 是天意如此啊 任保将五颗心肩上的肉一一提下 细心地放入瓷瓶中 心脏则全裹入白卷放入怀中 六血震穴 可避风雷雨电 水火不清 可惜古时之鬼客 只懂用人殉葬 任保领着独尔郎一行四人 朝山岗上挤驰而去 任保紧紧抱着那瓷瓶 一刻都不愿离手 任保在乱坟岗上走动不止 时而抬头望天 时而以手指为标尺测算距离 时而转动手中的罗盘挑选方位 一切就像历史重演 二十年前 是老鬼客在这里替独尔郎踏学 今天是他的儿子为独尔郎踏学 任保像他父亲一样的叹气眼 用的还是老鬼客用过的铜炉 测到气眼之后 任保从怀中取出一枚心脏 用银缩钉在地上 然后依次测出天眼 地眼和人眼 将心脏一一定在地上 光秃秃的黄土上闪亮的银缩 鲜红的心脏是那样的对比分明 那么的让人触目惊心 最后血眼也测出来了 任保将最后一颗心脏取了出来 放在血眼的位置上 最令人惊恶的事情发生了 那死去的心脏竟然开始跳动 一抽一抽地呼吱吱作响 在场的人都感到了一阵寒意 一个随从双腿颤抖着站立不稳 跌倒在地 身下的土立刻湿了 孬肿 独尔兰回过进来 为了掩饰自己的恐惧 他从另一个随从枪盒中拔出枪来 对着那地上的随从就是挤枪 然后将枪丢在地上问 这是怎么回事 任保似乎没有看到身边的这一切 他呆呆地看着那物资跳动的心发愣 猛然大声叫道 老爷大喜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藤阳学了 《紫白外篇》中记载 人有男女之分 学有兄籍之别 大兄之学通称为妖伤 大吉之学却根据男女不同 分别称作藤阳和福音 女若葬福音 后人观高位重 前途无量 男若葬藤阳 后人却可保江山万年 换句话说 就是能坐龙椅 统辖天下 可惜千百年来 关于藤阳福音二学 记载却极少 唯一传闻的就是宋太祖赵匡印 他父亲原来是一个柴夫 上山砍柴的时候 发现大汉之年 唯有一片地上绿草阴阴 生机盎然 所以决定死后葬在那里 结果误葬藤阳学 赵匡印也因此黄袍 加深于陈桥 开创大宋 可惜这藤阳学并不是随时都会出现的 只有人世间时运衰退 道德之气一一一去 最终距于一地才能成学 所以紫白外篇中也只略略提及 而无详细描述 任保激动的口若悬河 绕着那颗扑扑跳动的心转来转去 独尔郎却冷哼一声 别你妈的胡说八道了 照你这样说 藤阳学一出 就要改朝换代了 而且我看那学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吗 任保没有回答独尔郎的问话 只是伸手取过自己的罗盘 放在那颗心旁边 嘴里说 老爷刚才也看到了 死人的心放在学眼上都能重新跳动 那就是因为藤阳学上生气旺盛的道理 据说把枯木插进学地上 都会再发芽的 人受了再严重的伤 只要还没死 在学地上躺一会儿就会自动痊愈的 而且学眼附近气场强烈 就连思南都不能分辨方向 说话间 他的左手撑在地上 右手的银缩刷的在左臂上划了一道伤口 果然那思南如旋风一样的转动着 就是停不下来 而且越转越快 而刃宝壁上的伤痕却根本没有流出血来 不仅如此 那伤口还由下至上自行愈合着 不到半炷香的时间 左臂已经光洁如初了 独尔郎和剩下的那个随从都看得目瞪口呆 独尔郎大步走了上来 一脚将还在旋转的罗盘思南等物踢了开去 伸手拉过刃宝的左臂仔细查看 刚才伤口那位置只有隐隐约约一条白纹 独尔郎哼了一声 蹲下身子 将自己的马鞭倒着插入了穴地上 然后站起身说 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让枯木逢春 三个人都注视着鞭把 希望能看到他变色 崩裂 抽牙 生长 然而过了足有一刻钟 什么变化都没有 独尔郎一个人夺来夺去 只不停地瞟着刃宝 手中摆弄着一支枪 最后嘲笑地说 先生 不要在避人面前装神弄鬼了 什么狗屁腾羊穴 是不是你为了报复爷 诚心找了一个穴想败我的家 他猛地将枪口对准了任保 别磨蹭时间了 趁天色还早 赶紧给爷虫踏一个穴出来 任保无奈地摇摇头说 老爷 你要是不相信 我也没有办法 不过自古鬼客为人踏穴 只踏一次 这规矩是不能破的 你觉得这穴好也罢 坏也罢 百年之后也只能在这里下葬了 他开始在地上捡食 被独尔郎踢散的东西 准备回家 独尔郎猛地一脚 将任保踹翻在地 然后又是挤脚 任保在地上翻滚着躲避 独尔郎紧紧追着他踢打 毕竟仰尊储幽惯了 紧跑了几步就气喘吁吁 正好追到血眼位置 他一哈腰想将马鞭拔了出来 没想到那马鞭竟然像生根了一样牢骨 独尔郎猝不及防 脚下不稳跌倒在地 随从赶忙走过来将他扶起 同时下立将那马鞭一拔 除了马鞭 还有一大捧泥土被同时拔离了地面 就这样短短的一刻钟 马鞭被插在地下的那头 已经长出了纠缠错节的根须 最长的一只将近一尺 照着速度生长下去 不出两天 那马鞭就是一棵小树了 任保从地上站起 胆胆身上的土 诚惶诚恐地看着喜出望外的独尔郎说 这回老爷相信了吧 独尔郎看着手中长着根的马鞭 嘴里一个劲地说 真的 真的 都是真的 先生 快划出穴位来 我要派人守住这里 哈哈 我的儿子要当皇帝了 哈哈哈哈 任保却摇了摇头 看着独尔郎说 老爷 如果我划出穴位来 要是别人知道了 恐怕等不到你末 这穴就被别人占了 独尔郎眼珠子一转明白过来 那个随从也意识到了 他刚想伸手拔枪 独尔郎手中的枪已经响了 他捂着胸口倒在了地上 独尔郎吹吹枪口中冒出的青烟 对任保说 这回不怕别人知道了吧 任保在当地做了记号 便和独尔郎回到了镇上 当天晚上 独尔郎买通了御证 从县牢里调出了两名死刑犯 一行四人悄悄来到了乱葬岗 任保划出了穴位所在 独尔郎胁迫两名囚犯开始挖掘 到后半夜的时候 墓穴挖成了 因为现在暂时还用不着 所以特意留了一条木道方便以后出入 任保走上前去 借着寥寥的星光四下观望 心中不由赞叹此穴所处位置之精妙 正前方即俗称之明堂是已经干涸的河道 由左边开始延伸到右端结尾 河底陈年积累的黄沙和碎石反射出蒙蒙的光芒 宛如一条弯折的蚯蚓 又有如一个行书悬字 此即为悬水 任保由第一个弯道开始数起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就是藏书那篇中所言 九驱来朝 定出当朝载府 九曲过堂 直径君皇 扭头看左边开杖之处 谗言突兀 犬牙交错绵延数十里目不可见 中间又夹杂着滑盖风和三台风 宛如一座座笔架半军于左 这就是书中所说的贵龙开杖 宽肩开面 头风挺拔 气势宽润雄伟 陆存、文曲、连针、左辅四星排列 再看右面结学之处 苍木森森如刀林剑阵 风吹过树叶百动如万千惊奇飘扬 对仗森严 一派威武之气 这就是书中所说的 贵龙结学 弓背探井 雨林耸立 骑士可引江海 巨门、舞曲、破军 右臂四星排列 再回首看北面的高峰 一柱晴天 风顶平坦 陡坡上凸起的山岩 由上至下垂落 壮如珠帘 正符合书中所载之 鸾头天方地圆 五行相调 风腰赫兮 崩红丝线 贪狼之心当道 至此九星拱穴 龙脉以拳 任宝嘴里讲解着 暂不绝口 独尔郎在一旁静静听着 脸却慢慢阴了下来 任宝没有注意到 他纵身跳下了墓穴 又发出了一声惊叫 墓穴的墙壁上 清晰地反映出 这一带地壳的变换 由下而上 混成岩、黑土、赤脉、沙妖、黄泥 珠水层层分明 这就是沙环水豹了 真正是藏风俱气 钟灵玉秀了 任宝禁不住又大喊起来 恭喜老爷 此学真是千古难得一见的极学啊 老爷的后人一定会登龙位的 独尔郎探头朝下看 因为是逆光 任宝并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先生 却不知这学还需要不需要再破煞了 任宝仰头说 不需要了 我刚才已经看过了 周遭的地势并无泛冲之处 学中也没有相可 老爷你只要百年之后葬于此 最迟十年便可见孝 他伸手拉住垂在壁上的绳子 就想爬上墓穴 却不想独尔郎猛地将绳子一提 任宝便脱手了 他的心里不由一惊 老爷 你要干什么 如果让我死在这藤阳穴中 等你百年之后可就不管用了 呵呵 我不杀你 我只是想问你 有没有办法让这学起效快一点 你想我还有十五年可活 等我死了之后 再让我后人等十年 我可没有这耐心 独尔郎的话声从上传了下来 任宝的心里就是一跳 难道他真的知道了 他试探着说 那怎么可能呢 老爷 想让学起效快一点的办法 我可不知道 独尔郎沉默了半天说 你不知道 哼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不过你不愿意告诉我罢了 温学你会不知道 一听到温学两个字 任宝的脑中就是一片空白 全身的血液都开始朝头顶流动 鬼客替生人踏学 踏出的学再好 因为是根据天道运行和地脉流转的趋势而预测的 所以就不如人死后天命 一定在踏出的学起效快 无论如何也要等到天命绝后 遇到这种情况 也有办法让学起效加快 那就是踏学之人虚温学 学是人死后的居所 新王之人出葬就如同我们入住新居一样 普通人在搬迁新居之后 会邀请朋友或亲戚来家中聚餐 目的是带来一点人气 驱散新房中的游魂 使他更适于人居住 俗称暖房 而心学中却是阴阳二气皆有 亡人的魂魄在尸体葬后 据于周围尚存在的阳气 会前缩一段时间 具体长度随着阳气的浓重程度而有所不同 只有周围的阳气全部消散之后 魂魄方可以出神外 于冥命中护佑后人 而现在任保早早将墓穴刨开 就算只留下墓道与外界沟通 墓中之阳气其实远胜于其他穴 如果想要驱散泄露进来的阳气 使得穴能够按期起效 必须让踏穴之人在墓中绝食一天 以鬼客本身所带之阴气填充墓穴 这就是温穴 但这温穴一说 自古以来就极为凶险 人身本为阴阳二气调和 所以才能在制阳的正午和制阴的午夜生存 如果体内的阴气在温学过程中全部被吸取 体内只剩下阳气抵挡阴寒 那么这鬼客以后夜晚可以生存 而在白昼随着阴气的逐渐消退 会因为体内阳气的无处抵消而体温升高 到正午时更是全身燥热不可当 头脑神志不清而疯狂 长此以往 一般来说不出一年必亡无疑 更有那阴气短促之鬼客 温学过程之中阴阳失调而暴死于中 就算侥幸能出墓穴 为了延长寿命从此后也只能学居动中 昼复夜出 好像一个活死人 任保佑岂能不知温学 只不过没有一个人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成就旁人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独尔郎居然真的知道这些 而且看这样子 他是决意要让自己温学了 他不仅后悔自己刚才不应该跳入洞穴 不应该将穴位划得如此之深 但是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独尔郎已经指使四个囚犯开始填充血口 天上的星星逐渐减少 光亮也一一消退 最后墓穴中已经是一片漆黑 任保凑到木道口上 透过弯弯曲曲的木道 贪婪地呼吸着夜晚清爽的空气 他听到独尔郎对着木道传来的话语 先生 你在里面只要待一天 明天的现在我就来将穴道打通 从此以后也养你的老 你就放心吧 哈哈 任保发了风一般用手抱着木道口的砖石 但那巨大的石头被泥土压得坚实无比 才挖了几下 一阵钻心的疼痛就从指尖传来 任保的指甲已经被接了好几片 食指连心啊 任保无奈地坐了下来 听到上面传来几声沉闷的枪声 他知道 那两个囚犯也被打死了 头顶上有泥土扑速速落下 伴着独尔郎离去的马蹄声 周围恢复了寂静 任保一个人呆坐在墓穴中 指尖传来的疼痛已经不再那样揪心 他只感到万念俱灰 没想到最后 自己还是落入了独尔郎的圈套 人活在这世上是多么不容易啊 有仇必报 有冤必血难道只是存在虚幻中 为什么那些罪孽深重 残忍恶毒的人都能够逍遥于世 而那些宅心仁厚 心地仁慈的人都不得善终 天啊 你到底是有没有眼啊 任保悲愤地想着 身体上的疼痛加上心理上的失落 他很快感到了疲惫 他闭上眼睛 似乎逃离了残酷的人世间 甚至连黑暗看来都那样安详 他慢慢地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 任保被头顶不停掉落的泥土打醒 他睁开眼 伸手一摸 自己的半条腿都已经被掉下的泥土掩埋了 头顶还不停地有土落下 好像有人在上面活动一样 任保奇怪地侧耳倾听 土层中果然传来了擦擦的声音 似乎是有人在挖掘一样 难道是独耳狼回来了 任保立刻否认了自己的这种想法 那么是谁呢 那声音已经越来越近 似乎已经快挖通了 任保的精神骤然振奋起来 他躲到木道的拐角 满怀希望地看着泥土掉落的那块雪顶 眼前突然一亮 耳朵也听到了夜晚田野上的风声呼呼 洞口已经被挖穿了 有一个人影在上面吃力地挖掘着 洞口越来越大 最后到能够融一个爬出的时候 一根绳子垂了下来 有人轻轻地抖动着绳子的另一端 任保满腹一律地走到绳子旁边 用力朝下拉了拉 绳子很结实 估计另一端是绑在树上的 他手脚并用地爬了上去 果然不出所料 那绳子的另一端紧紧绑在附近一棵树上 在树的旁边站着一个模糊身影 因为是背光 看不到那人的面貌 他就那样静静地站在那里 任保一边收着绳子一边朝那人走去 越走越近 那人的身影也越来越清晰 而任保也生出一种熟悉的感觉 奇怪 这人好像我在哪里见过 但是又好像很久没有见了 等到他完全走到那人的身边 将绳子从树上解下 盘成一圈放在地上的时候 那人缓缓朝他扭过身来 任保不由地大吃一惊 一瞬间他甚至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腿一软就坐在了地上 那人已经没有了脸 似乎整张皮都被人生生揭去一样 坑挖不平 鼻子那里只有两个小孔 因为眼眶没有肌肉 眼睛看上去分外的大 当他们转动的时候 似乎随时都会掉下来 鼻子朝下直到脖子 就算在淡淡的星光下 仍能看到那里的皮肤像鲜血一样红 虽然刚刚死里逃生 但是猛然看到这样一张脸 任保仍然欢喜不起来 起初的惊愕过后 他仔细打亮着眼前这个人 从面向上是已经完全无法判断了 但是通过那人干枯金秃的手 高高耸起的猴杰 以及勾楼的背和螺圈的腿 任保判定他是一个70岁左右的老头 任保试探着问 你是谁 那人却没有回答 只是看了他一眼 然后艰难地移到穴边 拾起一把铁锹开始将挖掘出的泥土 重新填入墓穴 任保突然就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了 尽忠的人对亡人是极其敬重的 不仅在清明 十五等鬼节会给亲属上坟祭奠 而且逢年过节 大事小情都会到坟前供奉 其他地方或许一年只上三五次坟 而在禁中有时一月就会上数次 即使活人都没得吃 给死者上坟时却万万不能空手而来 所以有那孤苦之人 年老却无人抚养 没有生存之道之时 就会趁别人上坟走后 拾取祭奠的物品冲击 并以此为生 这些人就是人们所说的丧念一生财 他们一般都在乱坟岗的山坡上 凿洞居住 平时注意人们上坟 伺机烈食 今天一定是这丧财以为有供品可食 却看到自己被埋在穴中 怜悯之下绝坟救了自己的 任保站起身来 那丧财仍然一敲一敲地填着墓穴 任保走过去 从他手中夺下铁锹 开始填土 毕竟正是年富力强 没有多大功夫 他就把坟填好了 他将铁锹塞回丧彩的手中 跪下双膝给对方磕了几个头 然后转身准备离去 没想到那丧彩竟然沙哑着嗓子说话了 你要去哪里 任保停下了脚步 转头疑惑地看着那丧彩说 我回家呀 那丧彩却冷笑起来 牵动着脸上乱错的肌肉 看上去更是猙獰 独尔郎让你温学 你却自己跑了出来 等到明天独尔郎看看你没有给他温学 你说他会怎么办 你还想回家 明天早晨你只要一露面 你全家人的命就没有了 任保全身颤抖了一下 他知道这丧彩说得对 依照独尔郎那牙子必报的性格 自己如果真的回去了 那绝对是死路一条 但是如果不回去 又去哪里呢 他不由地愁愁了起来 那丧彩似乎能看透他的心事 走到他跟前对他说 我看 你还是赶紧趁黑回家 连夜搬走吧 这冬关恐怕你是待不下去了 任保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哎 可是我搬到哪里呢 附近太古 平遥 戒休 灵时的人都认识我 如果让独尔郎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我还不是一样要死 那丧彩却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以先生你的道行 虽谈不上可以操纵人的生死 但是缩减一个人的寿命 我看你一定还是会的 任保听到这话心里又是一惊 他猛地侧头去看那丧彩 那双眼中闪耀着夺人的光芒 没想到这丧彩居然也是懂行之人 任保心中暗想 想来也是受过独尔郎的欺凌 被迫在这荒坟里踩丧 他心中急速转动着念头 分析着利与弊 想到自己的父亲 想到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他最后终于咬牙点了点头 其实那天在天筒中 任保将自己的血滴入筒中 并缠斗独尔郎的血滴沉底的时候 独尔郎的寿命就已经到了尽头 这就是道法中最为恶毒的血杀 其目的就是断人气慢 性质类似于云贵的谷 谁要是一旦中煞 不仅自己的性命立时完结 而且家族的气运也就走到了尽头 可惜任保因为短两样东西 所以血煞不能完全发生作用 不过要是只让独尔郎立刻死去 还是有办法 就是不一个气阵来引发血煞 现在事出紧急 而且他知道独尔郎一定会到这穴位来的 所以他就将气阵布在了墓地周围 血眼部位就是阵眼所在 到时候只要独尔郎一靠近血眼 就会血枯肉干而亡 当夜任保和丧彩悄悄潜入自己的家中 唤醒老婆孩子 将家中值钱的东西打好包 任保去背老鬼客的时候 却没有想到老鬼客说什么也不走 而且他一直用他那双紧闭的眼睛对着丧彩 而那丧彩自从来到他家之后就没有说过话 面对老鬼客那两只被挖去眼珠的眼睛 更是连连后退 满面愧涩 最后任保看老鬼客实在是劝说不动了 只好放弃了 四个人连夜离开了东关 依任保的意思 就逃得远远的 再也不回这东关镇了 但是一想到家中的老父 毕竟是厚土难离啊 最后他还是听从了那丧彩的意见 随着那丧彩隐匿到了山沟里 绵山纵深数百里 躲在里面算得上是万无一失 而且还可以随时探听镇上的消息 任保逃跑的时候终究还是被人看到了 天亮的时候 独尔郎还在睡梦中 就被报信地吵醒了 他气急败坏地来到任保家一看 果然已经是家徒四壁 只有老鬼客吃傻地坐在炕上 看那气息奄奄的样子 过不了几天就要归西了 独尔郎甩手而去 带人直奔坟地 因为担心任保在逃离的时候 怨恨于他的恶毒 破坏了风水 他把镇上的另外几个鬼客都带上了 乱坟岗上依旧是一片荒凉 就在任保踏出的那个穴位 新翻的泥土分外醒目 独尔郎下了轿就朝前走去 已经快要接近穴位了 他却突然停住了脚步 前方名堂位原来是一片空地 现在却不知被谁硬生生栽了一棵树 看上去和周围环境是那样的不协调 而且从后看 这棵树正好扎在龙脊上 独尔郎的眼珠一转 脸色不由变了 他忙不迭地后退 又朝左面看去 齐刷刷一溜的墓碑都被人扭了向 自朝东而被朝西 朝右看 地面上有一个新蛙的菱形 锐脚一指穴位 一指丛林 抬头看时 更是触目惊心 穴位背后的父母山上竟然有变尿过的痕迹 很明显是有人站在那里小便 甚至将山土上都冲出了一个小洞 各位先生 却不知现在这穴周围有什么古怪 独尔郎谨慎地退到远离穴位的地方 扬声问那几个鬼客 几个鬼客早已注意到这怪异的现象 正在那里窃窃私语 听到独尔郎发问 都住口低头不言 过了一会儿 还是那个比较胆大的鬼客说话了 老爷 这穴周围似乎被人布了血煞气阵 血煞气阵 那是干什么的 独尔郎再次打量了一遍周围的现象问 血煞是我们道法中最为凶狠的一种 一般都用于仇身四海之人 将仇人的血和仇人父亲 儿子三人的血混合到一起 再以自身的血为引作法 仇人就会立刻死亡 而且家族的子嗣也会从此而断 死后亡魂也不能进入轮回 永世不得超生 但是如果一时之间不能凑够三人之血 而只采了某一个人的血 被采血之人虽性命堪忧 但还不至于报亡 那就必须不弃阵引发血煞 被采血之人一旦进入弃阵 据说就会被抽干精血而亡 那鬼客伸手指着四周那奇怪的布置说 这个就是弃阵 看他方向所指 似乎阵眼就是穴位所在 枯木叮腰 龙不得飞 墓碑转向 祖东来之起 天柱穿孔 地为华林则是将力气全部拒于一处 若是那被采血之人误入 立即就会死亡 独尔郎下的又退后几步 紧紧盯着那穴 那树 那孔 那图 那碑 心里是又气又急 有没有办法破煞呢 啊 这个煞还是好破的 那个鬼客小心翼翼地说 气阵只对被采血之人才会发动 旁人则不受任何影响 却不知道是谁在这里布阵 又是针对谁的 独尔郎猛地破口大骂起来 会破你就赶紧破 妈的 惹得也不高兴了 把你们通通毙了 要不是那天你们窜堕 也把血滴入那透杀的天筒 哪会有这事情 几个鬼客全身颤抖着 分头去破杀 有人将树拔出 有人将菱形的锐角划开 有人将孔田石 几个随从也将 所有一位的墓碑全都搬到了 等到这一切都做完以后 独尔郎才走上前 来到墓穴旁边 尽管他知道任保逃出了墓穴 但是他还是不放心 害怕任保在穴中做了什么手脚 他扭头正想叫人来挖开穴审查时 突然感到气血一阵翻涌 全身的精气都如洪水一般在区窍内奔腾 随时准备夺路而出 糟糕 独尔郎电光火时地想到了刚才那些鬼客说的话 难道他们还没有把气阵破掉 他心里想着脚下就想退出穴位 这时他才发现两条腿已经僵硬了 完全不听自己的使唤 他低头看时 恐惧地发现两股血水沿着裤脚流下 而且他感觉到腿上的肌肉在逐渐萎缩 有脚心开始一股麻木的感觉朝上升起 瞬间就到了大腿 独尔郎晃动着身体挣扎着 终于站立不稳 扑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几个随从赶上去 将独尔郎扶起 有人轻轻解开他的裹腿 撩起裤子才看了一眼 就挖的一声吐了出来 独尔郎的腿就好像肉铺里挂着的骨头一样 大部分的肉已经腐烂化为血水 小腿骨白生生地凸现着 没有划进的肉一条一条趴在骨头上 有人忍着恶心将独尔郎的鞋扒下 却发现那双穿着皮袜的脚安然无恙 皮肉完好 几个鬼客面无人色地走上前来 将穴位下的土徐徐扶开 离地一寸左右的泥土里 四只银缩头挨着头 组成一个金字塔形状 金字塔的尖端闪着寒光 任保毕竟技高一筹 虽然别的鬼客能够破除四方的气阵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发动气阵的阵眼下居然另藏杀鸡 随从们将不省人事的独尔郎抬回了阵里 叫了阵上最好的医生来查看 然而所有的医生最后都得出了一个结论 要想暂时保住性命 只有节之一条路 最后醒过来的独尔郎无可奈何地 接受了这个结局 失去双腿的独尔郎再也没有往日的威风 以前精瘦的身体开始臃肿 每天只能坐在床上咒骂着周围的人 而和他一样躺在床上的老鬼客 在知道这个消息后 张嘴吼笑了三声 惊得门外树上的乌鸦坏躁不止 任保一家依然和丧彩一起 住在山卯下一个背阴的沟里 无论谁从上面看下去也看不到 每天丧彩都和往常一样 爬上山梁去窥探谁家又上坟了 人眼能看到的范围是较小的 但是天上的飞鸟通常都在上坟人的头顶飞 只要看到什么地方的天空上飞鸟聚集 那他们下面一定是有人正在上坟 那丧彩每日都会带东西回来 而任保原来经常在山里跑来跑去 手脚倒也灵活 每日上爬山去采纳野藻山性之类 偶尔趁夜深之时返回镇上看望老鬼客 女人和孩子在家里操持 在这山沟里还有几家丧彩 倒也不嫌寂寞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春天过去了 夏天也消失了 秋天只凄惨地微笑了一下 就被冷笑的冬天赶走了 挨挨白雪笼罩了整个山脉 连山路也被封了 上坟的人明显少了 许多 幸好丧彩早已准备了足够的冬凉 虽然谈不上丰衣足食但还暂无饥荒 任保的女人在夏季怀孕了 现在挺着个大肚子行动很不方便 深懒嘴馋 总想吃点爽口的东西 一开始丧彩还能抱到田鼠穴 将那小鼠仔来将补他的身子 后来下了雪也看不清洞穴所在了 于是任保每天在山上打野鸡 雪后的野鸡爪痕清晰 便于跟踪捕捉 而且野鸡视角狭窄 看不到后面的东西 加上肉味鲜美 日子倒也过得惬意 这天 任保将食物洒在山梁上的羊面 自己躲在阴面的山坡上等待着 一片白色的田野上 突然出现了星星点点的色彩 野鸡们欢呼着扑腾而来 任保静心倾听着 当他觉得野鸡已经差不多吃完那些食物的时候 将手中的丝网轮圆了就朝山梁那面抛去 精明声中 已经有野鸡被扣在了王底下 剩下的野鸡纷纷扇动翅膀 越过山坡飞了过来 任保就在这时站起身来 捡起地上的石头朝野鸡制去 被重重击中的野鸡落在地上 翅膀仍然扇动着但却飞不起来 尘土飞扬之间 任保赶快跑了上去 将那些野鸡提在手里 用随身携带的绳子将它们的双脚捆牢 然后返回到山坡上 将王里的野鸡逐个抓起 和刚才一样捆住 等到这时他才放心地收了王 清点了一下这次的收获 不禁露出了笑脸 整整七只 这够给老婆补几天油水的了 任保倒提着那些野鸡朝山下走去 山坡非常陡峭 他探出自己的腿小心地朝下滑溜 很长时间后才下到了沟底 一转弯就来到他们住的地方 女人听到声音 从洞里挺着肚子出来 因为营养缺乏和常年不见阳光 他的脸色发白 没有一点血色 看到任保手里的野鸡女人 分明高兴了起来 蹒跚地夺到任保身边 伸手想从他手里接过野鸡 嘴里还说 他爸 今天怎么打了这么多啊 快去郭舍里歇着 我去给咱做 任保却将野鸡放到自己身后 笑眯眯地对他说 你还是回去歇着吧 今天我来给咱做 说完他将洞中的火里添了几颗柴 然后只上锅热水 准备一会儿清洗食用 然后他找了一把菜刀走出洞外 将野鸡扔在地上 开始宰杀 一刀割在野鸡的薄像 血立刻成扇形喷了出来 野鸡痛苦地挣扎着 头摆来摆去 见了任保一脚 任保连忙用双手死死将他把住 一面血溅得到处都是 终于那野鸡停止了挣扎 血也流了一地 任保将另外几只也如法炮制 死去的鸡大睁着双眼躺在一边 冷冷注视着这个世界 地上已经锯了一滩血 任保将死鸡提进洞来 锅里的水已经腾起了热气 任保用手探了一下水温 正好可以烫鸡毛 他将锅从火上端下来 伸手抓起一只鸡扔入水中 在里面烫了一会 立刻夹了出来 开始退鸡毛 热水烫过以后 鸡毛的附着性大大降低 随手一抓就全脱落了 任保随手将拔下的鸡毛都扔在一边 任保的孩子不知道何时出现在洞口 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 任保发现他的时候 那孩子已经从地上抓起了鸡毛 齐献产的野鸡学名叫做环景制 全身都是五彩斑斓的羽毛 但是在脖子部位却是白白的一圈 故而得名 因为长期在野外生存 他的羽毛上分泌的油辣特别多 所以尽管刚从水里捞出来 但是并没有完全浸润 那小孩将几根比较长的羽毛挑了出来 高兴地玩耍着 他将几根鸡毛插在脖子里 另外几根插在腰间 在洞里面跑来跑去 很是快乐的样子 任保停止了手里的工作 呆呆地望着他 孩子越来越大 他的脸也越来越像毒耳狼 尽管从小就在任保一家看护下长大 但是他的性格和为人 却完全继承了他那狠毒的生爹 原来丧彩挖回小鼠熬汤时 都是先杀了再下锅的 有一回因为便急 将调料下了锅后 盯住孩子将小鼠杀后放进去 但是任保回来的时候 发现那孩子守在火旁 脸上的表情极其兴奋地看着锅里 那锅里的水正冒着气泡 很快就要沸腾 而且那锅里还发出微弱 但刺耳的尖叫声 任保朝锅了张望了一下 禁不住全身的血液都冰冷了 那几只小鼠连眼睛都还没有睁开 却被那孩子活活扔到了滚烫的水中 任保想到这里 心不由地烦乱了起来 他将鸡朝水中一扔 一片水花溅了出来 任保大声朝那孩子呵斥道 吵什么吵 给我滚出去玩 一会把你妈吵醒了 看老子怎么修理你 孩子吓了一跳 停止了身体的动作 用怨恨的眼光死死瞪着任保 任保也死死瞪着他 那孩子眼中的神情和毒尔郎 简直一模一样 一瞬间 任保甚至以为是毒尔郎站在那里 他猛地提着刀向孩子走去 老丧踩从洞口进来 刚好看到任保提着刀 凶声恶煞般地向孩子逼近 他连忙紧走几步 将已经吓呆的孩子搂在自己怀里 并大声对任保说 你要干什么 任保被这一声大喊叫醒 回过神来 他迷惑地看着面前的丧财和孩子 想了半天才想起了刚才的事情 脸一下红了 转身回到火旁边 从锅里抓出鸡来继续收拾 嘴里喃喃地说 没什么 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 丧踩抹摸着孩子的头 眼里是说不出的慈爱 他从怀里摸出一块肝膜 塞到孩子的手里 示意他出去玩 等到孩子的身影从洞口消失以后 丧踩沉重地对任保说 我知道你嫌那孩子不是你的 不过就算你和他爹有天大的仇恨 和孩子是没有关系的 任保仍然拔着鸡毛 嘴里说话是这样说 可是你是不知道我和他爹之间 那是世代的仇恨啊 要不是他爹 我爹现在能是那样 而我却还要养我仇人的儿子 我这心里真是堵得慌啊 你看那崽子那样 和他爹就是一个德行 自从我打过他一回以后 记仇记到现在 爹都不肯叫一声 丧踩叹了一口气说 就算是自己的儿子又怎么样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 别以为自己的儿子就能管得了 有时候亲爹也会盼自己的儿子早死呢 任保迷惑不解地望着丧踩 丧踩没有理会他眼中的疑问 从裤腿里摸出一杆汗烟锅 凑到火旁接了一个火 深深吸了一口吐了出来 你要是不想他是别人的儿子 慢慢他也就会把你当亲爹的 任保眼中闪过一丝光彩 他张开嘴想问什么 却又咽了回去 想了一下才说 可也奇怪 这孩子对别人都待理不理的 可是对你就特别亲 没事就缠着你 也只有你的话他才能听一点 你爷俩可真够来心的 丧踩愣了一下 极快地转头看了任保一下 任保假装没有发现 依然专心在那里收拾野鸡的内脏 丧踩环顾着洞里 简单而残破的陈设 话语里满是凄凉 我这一辈子就生了一个儿子 原本指望着他养我的老呢 谁知道后来他为了我的家产 却千方百计地想要我死 人说养儿防老 我却是养虎一患啊 后来我把他赶出了家门 却不想十多年后 他在外面混出了名堂 回家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他亲生父亲整得家破人亡 不仅抢占了我的家产 而且把让我像狗一样伺候他 而且对待我比其他人更苛刻 我是他的亲生父亲啊 那家产其实他不用抢的 等我死了自然就是他的 但他就是等不及 你看我现在靠和死人抢饭过活 又怎么能想到我原来的光景 任保停下手里的事情 转头看着丧彩问 那你后来怎么来到这里的 丧彩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后来我看出来了 他对待我就像抓住老鼠的猫一样 先要戏耍够了才吃的 如果我继续待下去 说不准那天他就要了我的命 我想逃出我家 这样至少能保住性命 然而我已经老了 没有精力跑得远远的 如果躲在近处的话被他知道了 恐怕还是难逃一死 有一天晚上 我知道他不会回来的 我就悄悄跑了出去 一直朝山摇里跑 摇弓都睡了 我用一个此碗热了随身携带的一块牛油 然后狠心用浸满废油的布子 蒙到自己脸上 任保睁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望着丧彩 丧彩继续说 我无法忍受那样的疼痛 立刻昏死过去 凌晨的时候摇弓进来看到我 害怕丹干系 就把我扔到了乱葬岗 凑巧那天有一个丧彩在那里游逛 看到我还有一口气 就把我救了回来 等我醒过来以后 整个脸都是焦的 后来慢慢就变成了现在这样子 而我也就跟着他们做了丧彩 丧彩牛脸对着任保笑了一下 鲜红的伤疤好像一条条蠕动的蚯蚓 晚上任保将熬好的鸡挑了一只包好 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出山 回到了镇里 他朝周围看了看 确定没有人时翻墙进了自己的家 老鬼客一个人倚在墙上 家中已是破旧不堪 稍微有点用处的东西都被人拿走了 灶里的火早已灭了 屋子里一片冰冷 老鬼客裹着一床千疮百孔的棉絮 因为行动不便加上神志不清 简直就是坐在一堆大小便中间 恶臭扑鼻而来 亏了有那好心的邻居 每天轮流来给他喂点流食 这才勉强维持了性命 任保看到这一切 心里是忍不住的酸楚 他将老鬼客身边的脏物清扫了一下 又用草条将老鬼客身上的粪便刮去 然后将火升起 屋子里明亮了起来 也逐渐暖和了起来 任保这才坐到老鬼客的身边 将包里的鸡拿出来 一点点撕碎喂给老鬼客吃 同时给他讲述着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媳妇已经七个月了 你再过两个月就能当爷爷了 山里便其实挺好的 要不我还是把您接过去算了 丧彩也是个苦命人 他亲生的儿子居然想杀了他 老鬼客的头猛的一别 任保刚刚送过去的肉被撞了下来 人也一下子惊呆了 老鬼客继续别头 身体也焦急地扭来扭去 脸上满是焦急的神色 任保迷惑不解地望着他 突然明白过来老鬼客是让他走的时候 大门外已经亮起了火光 有人正朝屋中走来 任保从炕上一纵身跳下 房门是不能出来 他从已经被人拆了窗框的窗户中 钻了出去 毕竟放心不下 就蹲在窗户底下厅房内的动静 有人点着气灯进了房门 任保的头顶射出了光芒 随后任保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尽管因为捂着鼻子而有点嗡声嗡气 任保还是听出了那是毒耳狼的声音 瞧着鸡才吃了一半 想必任保还没有走远吧 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躲着鼻人 过去的事情我是不在乎的 虽然他施法毁了鼻人的双腿 但这也是当年我夺先生双腿的报应啊 看看现在我们两个真是同病相连啊 任保小心地抬起身子 调整着角度朝屋里偷窥 四个人抬着一架躺椅 毒耳狼背对着他躺在上面 正和老鬼客说着话 腿已经没了怨谁也没有办法了 怎么说任保还没有把给鼻人踏出的穴坏了 其实他用不着一直在外面跑的 我知道他就在这山里面 要是我真想抓他 在这里守几个人 只要他一回来就跑不了 毒耳狼突然转头四处张望 任保连忙将头低下 又听毒耳狼说道 来啊 把先生抬起来 送到家里去 以后先生就住在我家吧 先生若是先走 我必后葬 若必人先行一步 也绝不让后人窥待了先生 接着就听得屋内乒乓作响和老鬼客嘶吼的声音 很快那声音就渐远渐去了 周围又恢复了黑暗 任保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等到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叹起身看看屋内确实没有人了 才顺着回山的路上跑去 他知道毒耳狼是害怕他破坏了藤阳学的风水 所以将父亲抓去当人质的 不过这样也好 至少老鬼客身边有人看护了 不过毒耳狼的话正好提醒了他 是啊 自己为什么还留着藤阳学的风水呢 难道真的将来让自己的仇人后代做天下不成 自己已经有毒耳狼的血样 完全可以破坏他以后的气运啊 他这样想着 返回了山沟 第二天一早 天蒙蒙亮的时候 任保将工具物品收拾好出门直奔乱坟岗 尽管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了 但是凭着感觉他还是直接就来到了墓穴旁 然而到了那里他就失望了 毒耳狼已经将旁边的墓穴都已经铲平了 而且在那穴位所在地已经修好了墓中 只有左侧的墓道没有封闭 以保持穴内通风 任保试着搬了搬那石头 才发现那石头已经全部用石灰沙浆粘合 除非用炸药仅凭人力是不可能掘开的 任保摇了摇头 四周光秃秃的一片 除非自己能够钻到地下去 否则是没有办法将血样放进墓穴内的 他无奈地离开了那里 静中因为地处黄土高原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山坡面积 山上开垦的都是梯田 一层层向下铺展 只留有一条曲折的小路工人上山 每层梯田之间大约就是一米左右 任保为了省事 就那样从墓穴所在的那层跳到下一层 朝前走又跳下一层 再朝前走 已经快走到了田地的边缘的时候 任保突然觉得腰间一沉 似乎有什么东西拉住自己的腰帘朝下拽一样 任保感觉很奇怪 他低头看时 果然那腰帘被坠得直直向下 任保试探着走了几步 明显感到腰里的东西分量增加了 他迷惑不解地朝后走 却惊讶地看到自己刚才踏过的地方有几个红色的脚印 任保蹲下身 好奇地看着那脚印中的红 用手碾了一点 赫然发现那红色竟然是血 他连忙抬脚看自己的鞋底 一滴鲜血缓慢地聚集掉落在地上 却没有渗透入泥土中 饱满地摊在那里 任保猛然想起自己洞口昨天杀野鸡时 见到脚上的血 一定是那个了 可是为什么已经干涸的鲜血竟然会重新泄宁 任保脑中猛然想起一件事来 他突然立起了身子 眼睛在附近的地面上搜寻着 当他眼光落到前方不远处时 就僵在了那里 片刻过后竟然坐倒在地 两行泪从眼中流了出来 其实那片土地上乍一看并无任何益处 和别的坟地一样 只是一片坑凹不平而已 上面有田鼠出没造成的龙起 但是仔细观看就能看出来 那一片片龙起竟然酷笑人的脸庞 学的本意是土洞 说文解字中说 学者 土是也 一经细词中说 上古学居而也处 周里秋观书 凡寿皆藏学中 因此 学是上古人类及一切兽类为了保护生命的藏身之所 后来人类步入刀根火种 学会了建造房屋 才逐渐脱离了学居生活 但是学却仍然是人类最后的藏身之所 能葬一个集学就意味着后代的昌盛 因此才有堪于踏学之说 人有五官七窍以便生气流动 山脉水流也有灵气荡漾其中 等到无路可走之时 便会一出 在地面上形成孔洞 也就是结学之所在 普通的学只需有一丝灵气结学便是无边浮海了 然而更有那数股灵气同脉 最终在一地贡献而结学 其冲出的形状近似人体器官 口耳鼻眼钢音等不一而足 正所谓风水上所讲 外藏八风 内聚九流 阴阳冲和 五官俱全 任保好长时间才平静下心情 他站起来 取出罗盘放在人脸的天庭部位 又把思南放了上去 不知哪里来的力量死死吸住那思南 并在中间的木制罗盘发出吱吱的声音 整个都沉入泥土中 盘面也被思南挤出了印记 任保也顾不上惊讶 找准方位后 他站到鼻子及天柱部位 面南背北观看周围的地势 正面朱雀方位相对的是两条山沟 形似人的两腿 山沟的交汇处郁郁葱葱是一片枣林 正是阴之所在朱雀祥武 左边青龙方位正是那九驱河床 但是从这里看过去 那河道转弯处的尖角和冲击面 正好是一只只圆昂首而朝 又如中流砥柱一般将河水左驱右舍 正是青龙蜿蜒 再看右边白虎方位 巍峨群山屹立势如万马奔腾 游远极近游小而大 惊心之处驯马极齿 宁静之所群艳归巢 正所谓白虎驯抚 回头看玄武方位 梯田层层而上 如龙盘奉扶 寿媚勤修 平整如骨 楚气如云 正是玄武垂头 好一个风静而雀 云来而止 求山尽水 浮王卤侯 龙虎报位 主客相迎 贵若千成 妇如万国的父母学 任保的双手 因为激动而抖动不停 许久才拔出两只银缩 瞄准鼻孔部位插了进去 不出所料 那银缩才一入土 就搜的一下被吸了进去 同时两股白气冒出 宛若有人深深呼出的气 片刻之后 却又急射而出 同时那张脸庞所在的土地物地 他陷了下去 这在勘于中称为定学 因为万物皆有灵 人类是依靠前人积累的经验和知识来找学的 然而那些毛禽羽兽也自有自己的灵性来寻找 就如同猫禽死的时候 总会自己跑到原来寻找到的地方死去 无论是何种生灵 都会在自己选定的地方留下特有的标识 以防别人来战 任保捡起银缩 却发现那缩尖上居然变成了黑色 他疑惑地用手去抹了一下 一些清冷粘稠的液体粘到了他的手上 而且从指尖传来火烧火燎的感觉 他连忙蹲下身在泥土上擦拭 就这样短暂的时间 几个指头已经肿了起来 他心里正在想地下是什么东西被银缩刺重的时候 地上的鼻孔中疏地探出了两个舌头 吐着杏子对着他撕撕着 任保吓了一跳 连忙朝后退去 两条蛇却并不追赶 身子也没有游出洞外 只用四肢愿毒的眼睛逼试着他 任保吻下心身 从腰带中摸出了硫磺 像他们这样常年在野外奔波的人 经常会遇到蛇的 硫磺是必备之物 任保将双手都涂了一点 然后朝蛇走过去 父母学乃是人类所居住的最本源的学位 能葬到学中的人 岂只有出将入相之后 传说中还可以封神入仙呢 这样的学怎么能让两条蛇站了呢 两条蛇看到敌人居然走了过来 更加愤怒了 红色的杏子收缩如火焰般 但是一闻到硫磺的味道 却萎缩了下来 无精打采地垂下了头 被任保一把全部抓住七寸 用力往外一提 身子被揪出了土面 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 两条蛇只有一个身子 这居然是一条双头蛇 任保不由大惊失色 传说中双头蛇是守神学之精 难道这里竟然葬着一位神仙 任保呆呆地看着已经疲软的双头蛇 蛇在他的手中悬来悬去 虽然骨软筋麻 但是还没有死 怎么办 任保的心里急速转着念头 是放了他还是杀了他 他的脑海中闪过 独尔郎洋洋得意的神情 老鬼客生不如死的惨状 家里孩子充满怨恨的眼光 和女人圆滚滚的肚子 突然疯了一般一手抓住一个舌头 下力一扯 时间过得很快 又是两个多月过去了 春节眼看就要来了 尽管像他们这样生活 已经是七分像鬼三分像人了 但是因为年的来到 大家的脸上都泛出了喜色 加上年前上坟人的增多 每天的收获也丰盛 每个人的喜气洋洋的 丧彩们每日都出去觅食 任保则在洞中收拾料理家务 女人已经大富便便 连生活都勉强自理 别说帮忙了 不过看着女人凸起的肚子 任保的心情很是愉快 只有那碍眼的孩子 仍然和他存在着隔膜 每日里见到他就默默地躲开去 那天傍晚和往常一样 任保正在洞里早摇 准备给即将临盆的女人 开一间避风的地方 一个丧彩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 神情慌乱的话语都不连贯了 先生 快 独尔郎死了 活埋了 你爹 正在下葬呢 任保的头猛地就大了一下 活埋把自己的父亲活埋殉葬 他猛地抓紧手里的锄头 问那丧彩 学在什么地方 那丧彩深深吸了几口气 告诉任保学位所在 任保一听就知道 那正是自己为独尔郎踏出的腾阳学 而且那丧彩还说 我亲眼看见老鬼客被放进了 墓穴裁田的坟 独尔郎害怕被人盗墓 连田坟用的都是烧土砖 用石灰沙浆抹得炎炎的 任保扭头就向外走 却没有料到自己的女人 听到他们的谈话 刚刚挪过来站在他的身后 任保却是太急杀不住脚 直直撞在了女人的肚子上 女人被撞得站立不稳 翻倒在地下的一声惨叫 两手捧着肚子痛苦的脸庞扭曲 两腿之间立刻被流出的血因湿了 任保急忙抢上前去 抬起了女人的身子 女人已经昏了过去 凸起的腹部不停止起伏着 好像里面的胎儿也在不停蠕动 任保手足无措地叫着女人的名字 旁边的丧财也忙乱捂着 两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就在这时 高耸的肚子渐躯低下 裤裆里也乍然多了一块东西 任保急忙解开女人的裤子 一个浑身血污的婴儿出现在他面前 身上缠绕着脐带 双眼紧闭 脸色轻紫 巨大的撞击让女人早产了 任保匆匆操起一把刀 在火上来回烤了几下消毒 然后割断了脐带 抱起了婴儿 那婴儿全身冰凉 任保提起来的时候才看到那是个男孩 他将婴儿反转 使劲拍着婴儿的骨布 一下 二下 三下 最后那婴儿一出一口粘液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手脚也开始舞动 任保才尝出了一口气 将孩子交给那丧财去那暖和之所 他蹲下身子重新去呼唤女人 或许真是血脉相连的缘故 听到孩子的哭声 女人奇迹般睁开了双眼 渴求地看着孩子哭声传来的方向 任保急忙跑过去 孩子已经被严严实实地裹扎了起来 任保将那强宝送到女人面前 给他看那孩子 孩子依然不停地哭着 女人欣喜地看着孩子 眼中的神情越来越留恋 他伸手想去摸摸孩子的脸 下腹却又传来一阵剧痛 全身都被冷汗尽湿 眼光也开始迷离 任保连忙将孩子交回那丧财 自己将女人抱起 尽管已经生产过了 但是女人的身体依然很沉重 任保一步步走到床边 将女人平放在床上 过了一会儿 女人才又悠悠醒来 这次她的神志很清醒 两手紧紧抓着任保的胳膊说 她爸 我也是好人家的闺女 被独尔郎抢进了她家 做了使唤丫头 被她欺负后又嫁给了你 我知道那孩子不是你的 这么多年来 你养着她心里很窝心 我心里也不好受啊 自从进了你家门 我就寻思着给你生个一儿半女的 赎我的罪过 女人猛烈地咳嗽了起来 有血丝从她的唇边庆出 而且下体的鞋又开始往外涌 任保紧紧揽着她的身子 嘴里安慰她说 别说了 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孩子已经生出来了 等你养好病 咱们的好日子就来了 她爸 别说了 我知道我不行了 可怜我这当母亲的 不能给孩子喂一口奶就要走了 将来你一个人把她抚养长大吧 只是别再让她干你这一行了 咱这一家子都是毁在这个行当上的啊 任保说不出话 只是一个劲的点头 眼泪从她的脸旁流下 给你养了个孩子 我这心里也欣慰多了 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 你千万要答应我 任保连忙问 你说吧 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 女人张嘴想说 却喷了一口血出来 撒在任保的脸上斑斑点点 女人急促地喘了几口 气说 你不是一直念叨着那个父母学吗 说那个学如何如何好 我不懂这些 可我知道你看得没错 那个学是不是比独尔郎的学好 任保点点头 哽咽着说 是 比他的好多了 只要夫妻同葬父母学 后代不敢说白日非先 富贵万事是一定的了 女人欣慰地笑了一下 那我死后 你就把我葬那个穴吧 等到你死的时候 也埋到那个穴里 我们这一辈子就是受苦受穷的命 我不想将来我们的孩子还是这样子的活 我们做父母的既然不能在阳间给孩子带来幸福 就让我们在阴间保佑他飞黄腾达吧 女人的声音逐渐微弱 双唇开始张合不止 却再也说不出话来 全身都在不停悸动着 任保惊慌地抱着他 叫着他的名字也无济于事 女人猛然大力净乱了一下 就死了过去 任保用手在他鼻边一探 已经没有了气息 任保呆呆地看着手里死去的女人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抱着婴儿的那丧彩 看他那失魂落魄的样子 忍不住提醒他 先生 女人已经死了 还是赶快去救来鬼客吧 他还在独尔郎的学里呢 任保头一抖 猛然想了起来 他跳起身 用被子盖上女人的脸 取了几块干粮 又从墙洞中掏出那个白瓷瓶 放入怀中 提起一把铁锹 叮嘱那个丧彩说 你先帮我看着孩子和女人 要是老丧彩回来 你帮他把我女人 抬到原来他救我出来的地方 山洞中阴气太重 亡人不宜再次过夜 恐怕会引起失变 我现在先去救我爹 他匆匆跑出了洞口 直奔独尔郎的墓穴所在 朔丰笑也 狂穴五天 哀销豪空 秦辉漫地 任保单薄的身影 在白茫茫的地上艰难移动着 身后的脚印被一一掩盖 任保的心中不停地祈祷着 毕竟是他踏出的穴 他知道独尔郎那穴为了通风 是留有一条木道来交换空气的 所以如果老鬼客只是被活埋进去 那就和原来自己一样 不会窒息而死 但是他还是不断加快脚步 好几次双腿都失去了节奏 互相伴在一起 因为走得太急出了一身汗 被风一吹遍体都是凉意 近来自己的身体好像也不行了 白天阳光强烈一点就头晕眼花 全身都难受晚上却不断地出汗 每一次大汗过后精力都好像少了几分 哎难道那次温雪也吸取了自己的阳气不成 他心里想着不觉已经来到了墓穴所在的地方 那里一个圆滚滚的坟堆用砖砌着 前面还立着一块碑 恍惚能看到上面写着田 XGX几个字 任保试着用手去摸那坟堆 果然严丝合缝 坚硬的烧土砖和瓷式的石灰沙浆紧紧粘合着 窥然不动 任保用铁锹试探着铲了铲 也只蹦起了几点火星 看来独尔郎这回真是用心良苦了 任保绕到墓穴的西北方向 那里有几块砖搭着一个屋子形状 任保将砖块踢开 下面是一个小小的洞口 任保扶在地上 对着洞口大声喊了几句 然后立即凑过去听 有人在里面使劲敲着棺果 声音沉闷但持续不断 人还活着 任保一跃而起 从怀中掏出干粮送了下去 土地经过一冬的严寒 表面被冻得坚实无比 加上独尔郎加固了坟堆 要想从上往下挖是不可能的 木道都是石头累疚的 只能从下面朝上挖 重新挖一条木道出来 任保急匆匆地跳到下一梯田 开始掘田壁上的土 才挖了几下 他突然想起从这里挖过去 确实可以通墓穴 但是洞口却在墓壁上 若要救人 还得锤绳下去 而老鬼客手足俱飞 凭自己一个人 恐怕不能把他救出来 下一个梯田就是自己 给女人踏出的父母穴 何不从那里开始挖 挖出墓穴之后 再朝纵身挖掘 想到这里 他又跳下一层梯田 仔细测量了一下方位 然后下力开始挖 土地表面坚硬无比 老半天了也只有尖尖一层 任保费劲地挖着 身体机械地运动着 脑子里却胡思乱想着 突然他看到有几个黑影 在头顶晃动 他连忙停下手里的工作 扶在地上仔细看上面 一个嘶哑的声音叫着任保的名字 任保再仔细看才看清 原来是老丧才 他嘴里答应着 攀上了那层梯田 发现除了老丧才 竟然还有他儿子 两个人刚刚把 抬着女人尸体的担架 放在地上 四处寻觅着任保的踪影 任保在看只有他们两个人 不由惊讶地问 怎么就你们两个来了 哦 那几个丧才都不愿意来 我一个人又弄不动你女人 后来还是这孩子主动提出帮我的 怎么样 你给你女人选好学了吗 老丧才左右打亮着 独尔郎的墓穴说 听说这穴还是你给他选的呢 哼 却不知道他到底有福销售吗 任保领着两人来到下两层梯田那里 他们随身也携带着工具 三个人同时开始挖掘 速度明显快了许多 地面一点点朝下凹陷 越往下挖泥土越松 完全不像表面那样的冰冷和坚硬 反而有一股股热气扑面而来 任保觉得奇怪 助手不挖了 老丧才手上不停 扭头问他 怎么不挖了 人死不能复生 还是入土围 话音未落 轰隆一声巨响 脚下的土地突然坍塌 三个人错不及防全掉了下去 这片土地下原来是空空的一个洞穴 好在洞不是很深 三个人尽管扎手扎脚地摔了下来 倒是没有受伤 任保清醒过来翻身站起 老鬼客走到那孩子身边 看他是否有事 他们都向四处张望着 起初眼睛不能适应洞里的黑暗 什么都看不见 慢慢地借着洞口露下的微光 任保看清了洞里的情况 心不由地跳了起来 洞里空荡荡的 只在正中央放着一口大洞 高可及人 任保走到那洞旁边 抬手去那洞中摸索 竟然捞了一手的水 在这荒山野岭之中深深的地下 这水不知道已经过了多少年 竟然没有干涸 而且那水的手感温滑如油 流过指尖的时候好似千丝垂线 落入瓮中更是叮当如猪玉护鸡 仿佛那不是水 而是一捧流动的生灵 任保突然想起了那天发现的双头蛇 他在看那瓮时突然明白过什么来 双腿一软就跪在了地上 老丧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也拉着那孩子跪了下来 传说原来齐县有一个姓柳的姑娘 后来嫁到了外地 他婆婆虐待她 每天都叫她丹水 水源离家很远 一天只能丹一趟 婆婆又故意刁难她 只喝身前一桶的水 故意增加丹水的困难 不许她路上换奸 有一天 柳氏丹水走到半路上 遇到一个牵马的老人 要用她丹的水印马 老人满脸风尘 看样子是远路来的 柳氏就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把后一桶水送给了马 可是马仿佛可及了 喝完后一桶水 连前一桶水也喝了 这时柳氏很为难 再丹一趟吧 看看天色将晚 往返已经来不及了 不丹吧 挑着空桶回家 一定要挨婆婆的辱骂 鞭挞 正在愁愁的时候 老人就给了柳氏一根马鞭 叫她带回家去 只要把马鞭在瓮里抽一下 水就会自然涌出 涨得满瓮 说完老人和马都不见了 柳氏提心吊胆地回家 试试办法 果然应验 以后她就再也不担水了 婆婆见柳氏很久不担水 可是瓮里却总是满的 很奇怪 叫小姑去看 发现了抽鞭的秘密 又有一天 婆婆把柳氏指使出去干活 小姑拿马鞭在瓮里乱抽一阵 水就汹涌喷出 一流不止 小姑慌了 立刻跑去找柳氏 柳氏正梳头 没等梳完 就急忙把一柳头发往嘴里一咬 一气跑回家里什么话也没说 一下就坐在瓮上 从此 水从柳氏身下源源不断地流出 流了千年万年 这就是禁辞三绝之一男老全 而柳氏也因为坐瓮得道 被封为男老全水母 侧身先及 肉身自视腾云而走 不留人间 而他原来娘家人为了表示对他的感怀 以更古冰铁注瓮一口藏之以待其身 瓮成之日即自动饮水 大汉之年亦不绝 想来现在所处就是藏瓮之所 而这瓮竟是水母神坟 任宝跪在那里全身站立 他原来扯死双头蛇的时候 本来已经决定 无论是谁葬在这坟里 他也要强占的 但是真的知道这是谁的坟后 却又恐惧起来 毕竟凡人和神仙是无法抗衡的 他抬头望去 那瓮黑曲曲地蹲在那里 窥然不动 透着说不完的威严和神秘 怎么办 埋还是不埋 如果埋了 传说神阵怒之下会降祸人间 但是不会对自己家将来的气韵构成影响 如果不埋 女人已经出病 是绝对不能抬回去的 如果随便找一个地方埋了 那以后 任宝在心里极其矛盾地斗争了半天 把牙一咬 管他将来是到如何 我只要我的儿子再也不受人间之苦 反正已经将守学的双头蛇杀了 自己不用将来这学也会被别人用去的 他坚定了在这里入学的念头 当然还要首先救出老鬼客 站起身来 换上老丧彩和孩子 准备在学壁上凿通独尔郎之学 三个人持着工具走到墙边 任宝大力一敲就挖了下去 扑的一声 任宝感觉到铁敲似乎没有铲到松散的泥土 而且整个墓室都震动了一下 同时墓室里陡然有两点红亮起 什么东西 任宝三人吓得朝后退了两步 定睛细看 传来一股兴气中人育呕 还有呼呼的声音急促而渗人 整个墓室更加剧烈地震动了起来 三个人都左摇右晃得站立不稳 那一片黑暗中有什么物体在缓缓移动 与土地摩擦发出沙沙的声音 任宝看老丧彩和孩子时 这样黑的环境中仍然能够看到 两人脸色已经变了 快 踩着瓮爬出去 任宝朝他俩个大声喊道 二人如梦方形 哆哆嗦嗦地爬到瓮边上 依次爬了出去 因为心急将洞口扒得更大了 任宝等到他们的身影都不见了 才纵身跃上瓮 急急从洞口爬了出去 三个人面面相去 尽管已经出了外面 仍然能感到心河脚下的土地 碰碰跳个不停 他们紧张地注视着那洞口 一个硕大无比的舌头探出了洞口 眼光歹毒地望着他们三个人 身子也慢慢全游了出来 他足有四米多长 小碗口粗细 全身都披着黑棕色的鳞甲 他的前半身高高竖起 一人多高 脖子那里因为愤怒 鼓得好像一个足球 蛇信子伸缩如血火般乱抖 任宝的心一下就沉了 黄土高原上因为地形和气候 不适合毒蛇生存 可是眼前这一种眼睛王蛇 俗称山峰的 却正是少数几种生存毒蛇中 最为厉害的一种 它不仅毒性猛烈 而且个头奇大 一般都在三米左右 但是像今天这样长达四米的旗子 是第一次见 简直都从来没有听说过 尤其令人恐惧的是 据说山峰是雌雄同居的 而现在只有一条出现 另外一条还不知道在哪里 山从湖水从龙 自己早就应该想到 手水母穴的绝对不是那条双头蛇的 想来刚才它还在冬眠 却是被自己一敲惊醒的 任宝一边想 一边示意老丧彩和孩子退后 他从怀中掏出了他唯一的兵器 两只银缩 那山峰却是一种敢于主动进攻的动物 这时也完全醒过神来 长嘶一声 喷出一口白雾 摇头晃尾闪电一般就扑了过来 任宝还没有来得及移动脚步 蛇的全身已经缠上了他的身体 那嘴张得巨大 能清楚地看到他的食道和血红的内额 尤其是那两只毒牙好像钢针一样闪着寒光 足有三厘米长 任宝大惊失色 因为无法承受重量 跌倒在地 那蛇紧紧乐着他的胸部 让他连气都喘不上来 而且还在不断缠紧 也分不清是谁的骨节在咯咯作响 如果再不做出反应 几秒钟之后自己就是一滩烂泥了 任宝拼了吸了一口气 头向后仰避开蛇头 墨蒂伸手死死扼住了山峰的颈子 那是毒蛇最薄弱的环节 但是也是毒蛇肌肉最发达的地方 手才一碰到那里 就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反弹出来 震得任宝手直发软 他更下力去扼 两只银缩脱手掉在了地上 蛇颈韧性十足地鼓荡着 蛇嘴已经张大到了极限 一双浑圆阴沉的眼珠发散着毒辣的光芒 一人一蛇僵持在那里 毕竟蛇大力强 崩足尽狂躁的 任宝已经无力再继续支持下去 他只能利用肩部的力量 使劲将蛇头推离自己的面部 他想喊老丧彩来帮忙 却无法说出话来 胳膊因为用力过度已经开始酸麻 眼看他就要命丧蛇口 突然那孩子冲来上来 捡起地上的银缩 猛地朝下一扎 从山峰的左眼直观右眼 巨大的疼痛使山峰爆发出了更大的力量 他迅速松开缠绕着任宝的身体 尾巴在坚硬的土地上抽打出一条条勾砍 任宝害怕他再反击 仍然紧紧扼着他的颈 随着他不停翻滚 并朝那孩子喊道 扎他的头 那孩子再次瞄准将银缩下力 扎进山峰的头顶 并且抽出再扎进 抽出再扎进 山峰的神经中枢受到伤害 意识逐渐丧失 气力也渐渐小了下来 最后终于停止了挣扎 任宝试探着松开紧扼的双手 两只手因为用力过度而进篮 依然保持着那姿势无法伸直 确定山峰已经死去了 任宝连忙跳了起来 捡起一把铁锹 将那舌头铲断 远远踢了开去 据说山峰是可以断头重接的 这时任宝才尝出了一口气 感到了疲惫 他筋疲力竭地躺到了地上 丧彩急忙跑过来 看他有没有伤 那孩子却捡起铁锹 在那里使劲剁着蛇尸 休息了一会 任宝逐渐缓过进来 刚才那生死一瞬间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的想法是何等狭隘 自己从济世开始 就只想着报仇 想着让独尔郎家破人亡 结果自己却差点死在那畜生牙下 却不知道自己死了以后 报仇还有什么意义 现在侥幸得活 回头看那些想法真是可笑 生活啊生活 只有先生存下去 再说怎么活啊 任宝豁然开朗 他站起身 看着已经被剁得血肉模糊的蛇尸 扬声制止了那孩子的疯狂 这时他想起了女人的尸体 还在上面躺着 也许该把赶快他抬下来下葬了 然后在绝通木道救出老鬼客 要不一会儿另一条山峰醒来 那所有人都死无葬身之地了 他捡起银缩和老丧彩 又爬上了山梁 来到尸体旁边 任宝抬起了上半身 老丧彩抱起了下半身 才走了几步 却听得那女人恩的呻吟了一声 两个人都吓了一跳 老丧彩手一软 两条腿重重磕在地上 女人更大声地叫了起来 任宝镇定下心情 仔细看女人的脸时 果然那眼睛睁开了 看着他问 他爸 我这是在哪里啊 我还没死吗 任宝大喜过望 将女人的身体轻轻放在地上 伸手一摸他的脉搏 果然在突突跳动 而且力量越来越大 似乎精力在不断恢复 任宝疑惑地想 明明已经死成那样了 怎么还能反生呢 他仔细想着 突然知道为什么了 女人原来只是因为疼痛而假死 自己急着救人 也没有彻底观察 等到老丧彩将他运来的时候 正好放在藤阳穴上 被穴上蒸腾的生气作用 不仅恢复了神志 而且连体力都补充了不少 想不到自己踏出的穴 还救了女人一命 任宝忍不住微笑了起来 三人立即走了下去 准备将老鬼嗑救出来 就离开这里 女人可能是腹中的伤 还有瘾痛 一边走一边用手捂着肚子 任宝关切地问他 是不是还疼呢 女人点点头 想说什么却没有说 天边已经发青了 天快亮了 任宝和老丧踩在前面挖着 女人和孩子在后面将挖出的泥土 不停地朝外扒拉 过了很长时间 任宝一敲挖下去 哗啦一下 木道挖通了 将洞口挖得更大一点 四个人都挤了进去 任宝点燃鞋带的蜡烛围 因为空气不足 烛光很微弱 但是还是能看清墓室里的情形 一口黑漆大关停在墓中 老鬼客痴痴靠在棺上 耳朵捕捉着声音 并朝他们这里扭过头来 任宝将蜡烛交给孩子 赶上前去 扶起老鬼客说 爹 我来了 咱这就回家 他转身将老鬼客背在身上 朝洞口走去 三个人都给他让开了路 谁也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口棺材的盖子突然跳了起来 有一个人从里面坐起 几个人听到声音都转头看的时候 枪响了五声 任宝就觉得背上的老鬼客猛然一将 随后就跌了下去 而自己的腿被什么推了一下 身体不由向前扑下 随后倒下的还有他的女人和丧财 女人不知道被打在哪里 只是两手捂着肚子在那里痛苦地嚎叫着 而丧财却满脸是血地趴在那里抽搐着 血流的一地都是 任宝想站起来 巨大的疼痛由他的大腿传来 他回头望向棺材里的那个人 独尔郎一脸邪恶地坐在棺材里 手里抓着两把枪 正朝他音笑着 你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任宝忍着痛问 哈哈哈哈 爷哪有那么好死的 你以为你废了爷的腿就没事了吗 独尔郎恶狠狠地看着任宝问道 不用这招 怎么才能把先生你引到我身边呢 你知道我学的位置 等到爷真的死了 你悄悄来报坟掘墓坏我的家运 你一天不死 爷一天就不能安心死啊 任宝懊悔地低下了头 心里像火一样烧 没想到这独尔郎真够绝的 为了引自己出来 竟然不惜假死葬穴 想不到自己最后还是要死在他的手里 腿已经被打断了 是万万不能走出这穴的了 看来只能想办法同归于尽了 他悄悄掏出了那个瓷瓶 拧开了筛子 两只手假装痛苦地挣扎着 从地上急急扒了些沾血的泥土放进瓶内 独尔郎依然在那里说着 你想用血煞来阻我家运 收不够三袋血就不弃阵想害我 可惜爷命大 虽然废了一双腿子 但还是活了下来 可惜先生你要先死了 这就是爷赏你的那个丫头吧 你们倒是一家三袋都要死在这了 等到天亮了 我的人将我救出去 把你们的尸体全都丢在外面喂狗 看先生你还有什么能耐来对付我 任保没有理他 眼光一向呆立在旁边的孩子 眼里满是渴求的神情 那孩子迟迟疑疑地走到他的身边 伸手想扶他起来 任保死死抓着那孩子的手臂 用力如此之大 指甲深深陷进孩子的肌肉 抠出了几个伤口 血涌了出来 独尔郎没有注意到这些 眼睛也看着那孩子说 这是爷的那个小杂种吧 哈哈 你看他的脸长得多像我 任保将嘴凑到那孩子的伤口边 死命瞬息着 满口都是心红的鲜血 他猛地将孩子推开 牛脸对着独尔郎说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你知道那个死了的丧彩是谁吗 他是你的生身亲父田树生 这个孩子也是你的骨血 你以为我不能收集你三代的血吗 告诉你 我早就可以做法灭了你 不过想到我的父亲还在镇上 所以有些顾虑罢了 既然今天已经是这样了 那大家就同归于尽吧 血煞一成 你家所有的人都要死 而我虽然爬不出去了 但是能死在藤阳穴中 那也是祖宗积德了 将来我的儿子丰厚败相 而你家却从此香火断绝了 他猛地将嘴凑到瓷瓶口 想将嘴里的血拓进去 独尔郎的脸色一变 他抬手瞄准 任保手中的瓷瓶就是一枪 一旁的女人却忽地拼死站了起来 挡在了任保的身前 独尔郎连开几枪都打在了他的身上 血从他的胸膛 腹部不断流下 终于倒了下去 这时任保也已经将血拓进了瓶内 最后一枪打在了瓶上 瓶子被打得四分五裂 一棚血雾散开落在了地上 独尔郎只觉得心头一热 一股粘稠的液体从他的胸腔直冲喉咙 他忍不住张开口喷涌出一股股鲜血 身体也随之尾钝了下来 双手无力地垂在关边 枪从手里跌落 他狠狠望着任保的眼光也失去了光彩 最后头一歪 死去了 任保用两只手挣扎着拖着自己的身体 爬到老鬼客的身边 老鬼客被一颗子弹打中了后心 一地流着的都是血 已经气绝多时了 任保从血泊中爬到女人身边 女人倒还有气 眼睛张得大大的 看着任保说 他爸 这回我是真不行了 可惜我们都不能出去养活我们的孩子了 别这样说 就算我们都要死 也要爬到外面的父母学去 只要我们死在那里 将来我们的孩子就算无父无母 也一定会出人头地的 任保凄惨地笑着说 可是我真的不能动了 要不等我死了以后 你拖我出去吧 可怜我这当妈的 就连这么一点忙都帮不上我的孩子 女人同样凄惨地笑着说 不怕 不怕 独尔郎的家运已经被断了 我们就算死在这里也是腾阳学呢 虽说比不上父母学 但是也是百年难得一见的集学啊 任保安慰着女人 伸手抚摸着她的身体 当她沾满鲜血的手 附上女人的肚子时 突然感觉心头一热 胸腔内好像火山爆发一样 翻滚着炙热的岩浆 她忍不住张口喷洒出一口鲜血 这是怎么回事 任保大惊 她不停腔着血看着自己的手 那上面有着瓷瓶中独尔郎的血 自己的血 老鬼客的血 女人的血还有 难道 她疑惑地望着女人问 你怀的是创思思 女人点点头 生下那个之后 我就感觉还没有生干净 后来我死过去了 等我刚才醒过来的时候 肚里这个好像没有反应了 我想等事情完了之后再银产的 没想到刚才中了几枪 想来这个孩子还没有出事就被打死了 任保呵呵笑了起来 报应啊报应 没想到我做血煞之法想对付独尔郎 最后却连自己也中招了 这都是命啊 她扭头对傻站在一边的孩子说 你想办法出去吧 出去以后记着每天都洗一次冷水澡 九年之后就可化解血煞对你的影响 我是不能再帮你了 木道中猛然窜出一条黑影 弑守父母学的另一条山峰 朝着任保夫妇急射而至 蜡烛就在这时熄灭了 黑暗淹没了任保绝望的脸 Gym to the